好 那來玩這個吧 天獅 目前在搶先體驗中 直接開始玩吧 開始要先創腳 創腳蠻多東西要選的 先選取個名字 然後你還要驗證 他還幫你選出一種 乙化50 水屬性 然後他這個有 點數可以點吧 唯我 因為他有失聯嘛 然後 因為我不知道 他這個好像沒有辦法跟你講 他到底功能是什麼 就乾脆唯我 好 因為他這邊有他的起始身份 然後加全部一樣 他都是已經在職場上 因為他的 故事就是現代的抓鬼 類型 的詛咒啦 所以他這個就會有 職業別這樣 然後裡面 有你的出身 會影響到你可以選的 像是如果你要學生的話 必須 年紀要比較 接近這個 時間線 就是 離現在的時間比較近才能選 還有一些有特別的 這應該也是學生啦 然後他這邊就會有一些限制 一些家權 從學生開始玩 如果要選到學生 我看看 學生 好像是2003吧 20歲的7月 他有跟你講說什麼時候畢業 然後 20歲 所以說應該是剛好在極限的邊緣 我選了005好了 然後他這個你選的這個時間都會影響到你的 是你的 屬性 假設我如果是 無靈跟 凡人 然後先學學生 哇這個選就變無靈跟 所以他這個出身也是蠻微妙的 既然是水的話 看看有沒有比較爽的 屬性 假設我會選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創角其實也蠻微妙的 就是有時候你如果想要玩自己的屬性就變成 就是 魂養之體 好就這個吧 他這個好像是所有心法速度增加 然後偏重於火屬性傷害 那這樣子我水屬就是電倒 看看 這樣也可以 陰陽速度 就是他活水 好不宜他就這樣吧 然後你選完就可以下一步了 下一步之後他這個叫你選的就是你的出身 就會有加加減減 然後也會有額外的加權 但是如果你是權貴出身的話就會有一些運氣的比較好 如果你是商人出身的話你就那個RMB應該是值錢吧 或者是孤兒出身就是 他這個有衝突就是 他這個有衝突就是 不能同時選哪幾個因為這有個點數你可以 你可以選這個再選這個 可是他再次選的時候那個 點數會拉高這樣 孤兒出身喔 然後他說三野出身 然後就可以達到道冠成長 天生省力 所以我現在反而有11點 雖然我沒有其他的能力 就是 看看喔 有什麼可以選的 後面 後天跟先天 先天是指屬性 後天是指你的 你的 像是記憶之類的吧 然後經歷過什麼 悟性 是如果同一個好像 就是 想想 那這個選的就是你在選同類會越 需要越來越多 讓什麼比較好一點的 運氣 九死一生 燈骨 悟性 這個 然後剩7點 1點的話 異血好了 然後這是你的記憶嗎 邏輯天才 反正 變單上限 我就隨便選吧 就好了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的話就是 要選露你整體的屬性 然後他連這邊都會露 就是 你看會越露越藍 左邊紅色就是附的 我剛那個 我剛那個 四個全家也算不錯 全力以赴 但是因為我是這個 水屬性的話 這完了 這次完了 完完了 差不多就是 大概六個 其實他應該大概八個小時 看你怎麼玩 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 然後這個是無能力 但感覺有能力比較好 速度加20 他們都比較強的屬性好了 戰鬥 死氣血小魚 閱讀經驗 他有些不是能力 而是一種buff 是不是加在這上面 陸防 還有分夜晚的戰鬥 風惡 風惡 那沒有水屬性 我想骰到一個 水痕一擊 好啊 小手 速度 看起來好像多幾個 幾個能力在roll而已 好吧就這個好了 不知道到底有什麼 就這個 開始 學生開始玩 不知 不知何時起 天上的心神 地下的輪迴 以及繁世間的妖魔鬼怪 都紛紛成為了故事裡的角色 經好人傳唱 所謂的修仙 所謂的修仙 更是變成了玄幻 武學也演變成了如今的國術 甚至是一種表演 紅燈綠酒 高樓臨漫 無論是天外的宇宙 亦是地底的世界 都在人類的探索中 逐一被呈現 科學引領人類前進 同時也告訴人類 這世界 沒有神 繁界膨脹 靈境暗藏 界時 天地難拿其界眼 久之 必受其害 天地衰 三界鳴 集天地之力 各裂三界 一用此劫 人界 最獨立於天地之外 聖人不掛 其藝術 在於靈起 其變術 在於相合 相合之時 凡界不易 散界在齊 輪回再現 好 就是他故事大概這樣 那真的超大聲 然後他說最近你在研究古玩 建廠是 以往上 結識了一個網 對方是一個做古玩 買賣生意的人 這個網友向推薦他一些古玩產品 他說 後續會定期發佈一些有收購價值的古玩任務 希望能和你合作 新的一天莫名的失 失重感 燈開了雙眼 雖然這是夢真是刺激啊 不雖然不是夢 是我創造的環境 他說我就是你們神話中故事裡的神仙 叫上仙即可 你承溫 一回到說那上仙找什麼事 夢中一定告訴你前因後果 忘了 就在睡一覺吧 他不懂就讀 讀書 這樣 他說廢話不多說吧 你可以選一本你想要的 他說廢話在睡覺的時候我已經取了 吳厚宮 跟古 勝氣絕 他有個前置是什麼 菜跟壇 就是念菜的意思 所以他最爛的就是這一個 吳厚 跟古加一 然後重點是 看看 就最爛的 吳厚 確定 他說很好 我已經分出一道神念 附在你家務中 等你修煉入門 便可以通過這個 然後神念來靈氣我 在我 這購買一下 下界的功法 進了什麼 當然需要花費些許的功德 那我就離去了 等等 沒告訴我我的修煉 看不懂就多點數 另外靈氣剛剛蘇醒 人類的觀感極差 要達到一定濃度 也是修煉不了的 你可以 學習 凡間的武術之類 然後有什麼想問的嗎 沒有新手大禮包 滾 會變得更強 他說你可以先修行 等下再改一下那個背景影響 有點大聲 說你可以先修行一些反見武學喔 發展出你的科學 通過 功法道數就可以在 通用的功法道數可以在他這邊購買 人間應該還有遺落 功法秘籍可以修煉 那你要注意喔 功法盡量組修一兩個屬性就好 否則後期很麻煩 其實你前期會很強 修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功德如何獲得 就是 要說你可以做好事會獲得功德 殺害這個 那擊殺 禍害人間的鬼怪也可以 如果是超度那就更多了 當然你幹壞事也會不會阻止 他說人間的天道自由評價 我們天界一般不願意沾染因果 所以這次 地緣已經 套盡你所有的功德 以後功法等知識就是兌換你說 也需要花你的功德購買 反正你可以在 再加末末修煉可以最好多外出去走走 離去 如果你感受到一種感應 出現剛剛那位上線的聲音 他說忘了說一件事啦 以後你要找我就用這個方式給你傳訊息 事件是這樣的 為了讓你迎接下的挑戰 我給你四個成長任務 完成一個前置 我給你下一個 他說世界的靈氣即將出行 屆時天地一變 不管你沒有完成我的任務 都會再挑戰 都會挑選一個異變出來前往挑戰 如果你成長都完成給你一些獎勵 第一個任務就是修煉一個記憶熟練度到20% 他問他說靈氣復蘇之後有什麼變化 世界的靈氣等級會從0變成1 往後靈氣會越來越多 天地人三界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因為只有家裡的靈氣等於大於1的時候才能開啟家裡的香爐 香爐可以透過使用武功的兌換技能 那就點燃香爐開啟後 你就可以主動找我了 右上角那個聲音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這樣 好 先存個檔 先看你不能存檔 這遊戲其實很不穩定 大概就是 很容易就會崩壞 但是 最糟糕是不能存檔 真的會有很多狀況 所以我就 就 就遇到狀況再看要怎麼處理好了 然後 毛耶 這不能互動 大概只有電腦可以吧 購買 別墅 我只是一個學生也可以買別墅 紙幣 紙幣喔 不是冥幣喔 我買的會不會是一個植物啊 我還是覺得好大聲喔 我稍微調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聲音其實蠻 混混欲碎的 對 聲音比較好 他現在大概就是有一些功能 我先看一下吧 倉庫 倉庫 比較沒有什麼東西 動植 是盆栽嗎 是 田若 天氣預報 阿宋你好 他叫這個楊安一個古文商人 這個之前就有說了 他說最近客戶需要兩個古代文物 你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的話 他願意用一萬塊收 那個席線是下格 下格 1號 沒問題 很遺憾你沒有 喔這是日程 日蒙息 活動 添加活動 他有點像是養成 就是 有點像是你那天要幹什麼 就是譬如說一天的行程 然後這個有點像是 他說可獲得相應的天賦 因為天賦還沒開放 這有點像是在學你的記憶 四義 修煉 修身 這是他一開始的基礎招式 這是 給你的基礎招 然後心法是剛學的這一本 一物性 獲得減 下級屬性 受印是 好像還沒有 所以他第一個任務是要幹嘛 看一下 任務 左上角是什麼 精神體力 有 避邪 境界 繁體 功德 紙幣 房子的靈氣 還有這個 世界的靈氣 他可以出門 可以出去採集 那任務到底在哪裡 你看看 看看房間 小型套房 空房間可以建造 但是要花錢 這是一空間吧 可以蓋 蓋一些奇葩的 還有什麼看看 寵物 寵物 將沒有 做啥 可以占卜 補 沒有什麼重點 先修煉好了 心法 我剛落美 他說當前靈氣未復蘇 無法修煉心法 當前靈氣未復蘇 所以無法修煉心法 應該是那招式的 修煉吧完全 體力減少 獲得技能 不對啊 上面才是啊 他說你升級了 4 加3級 4% 狗煉度4 加3級 原本應該是1吧 他這個是左上角是一天的量 有點像是你的行動 然後 他需要 減3精神跟減2體 如果我要是練到沒了 就不能練了 你知道勒 這邊我要下一天 所以我的日程 減3% 這是什麼活動 修煉 信用 精神不足 這個有點像是你直接 有點像是 一個是手動 這個應該是你 有點像是 我就固定今天要做這個吧 所以你就直接幫我 進行這樣 我在猜啦 那試看看好了 說是不是要上學 因為我的身份是 學生 就是 開始 所以 上學 世界靈氣減少 然後 你的狀態要補了一點 結算 他的學生的身份就只是因為你要上學所以有可能會 會扣 基本的能力 這樣 這是不是可以移動啊 真的 展開 那他那個聲音真的是微妙 等一下 應該是音效吧 稍微調一下 炎弱 馬上就有 天氣預報 好像是要修煉到20%吧 那我這一次用那個什麼 這個安排好了 如果我現在比如說要練這一招 熟練度6 他這應該是指說練這個會幫你加什麼 那他沒有發現一個問題嗎 沒有發現白色跟綠色 非常的 非常的相近 真的看得出來嗎 我都快看到瞎 不管 他把他選上去就變成這樣 因為他這個 這一個 他把他選上去就變成這樣 然後 他這邊有點像是幫你做加加減減的結算 就是你做什麼事要扣什麼 所以這個是一次嗎 兩次 扣完就變成這樣 安排 他就直接幫你結算休息了 對啊 然後就到隔天了 那我的錢 他的錢是從 因為是學生 所以他的設定是家裡會給錢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嗎 我真的心法不能練我就只能練 先把20% 喔 看起來他能做有限嗎 就是去下一天 他的玩法 他其實蠻 他的玩法 據我所 事先先了解 他其實是需要 就是所謂的 我想一想 需要有點枯燥 只能這樣講 就是 還有很多的 行為是 就像這裡你在過生活一樣 的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飛越式 就說今天好像就要 傻打傻傻 好像節奏很快 他好像算是比較偏 比較慢一點的 節奏 這樣 所以有可能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 所以他為什麼 特別用一個安排 的 那個 日程的原因也是在這 就是如果你想要快進就直接 不想浪費時間的話就是 日負一日做一樣的事 這樣 我一開始覺得學生是想說是有特別的事件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 是多了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過程吧 他那個職業所帶的 效益跟他所需要面臨的事情 感覺其實如果 直接開始選 帶職業應該 好像也沒什麼 太大差異 但還比較快一點上手 我先把一招鍊到20%吧 因為我記得 他的印象是 為什麼用那個日程跟這個日程的 差異會 回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是我的錯覺嗎 等一下喔 他現在要回滿了 再試一次 對啊 那就是 用他這個練習可以回體力勾 主要是跟上學問 差異 再用一次 好像是差不多耶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有回嘛 然後 應該20%了吧 沒 他這個也太難練了吧 壞了 壞了 有了20%就聯絡了吧 就 就 就 呵呵呵 現在已經很少會走這麼硬派了吧 我只知道以前的遊戲還會這樣玩 就是 以前遊戲大部分都是要一直練招的 所以他的光練那個一招的進度就非常的慢 應該應該有了吧 你有感受到上限的感應了 腦海中出現熟悉的聲音 他說上個任務做得很好 下個任務來了 任務二是學個武學步伐 在地圖上找到有 武館的程式 然後學習 記得帶上學費和路費 在人界沒錢沒人願意教你的 等你完成任務再來找我吧 步伐是什麼 他就是說 獲得該步伐持續效果 提升速度 他問他怎麼賺錢 方式有很多種 上班工作或者是在打工 意思就是說 武館其實是其次 因為你現在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辦法先 這個賺到錢 等一下 他是不是音樂又壞掉了 他真的一樣的問題 算了 很小聲而已 然後他現在要我去工作 我好像去打工 不是 看起來很多 好像其實要看重點 重點是我人在哪裡啊 我看一下我的人 這個應該是 我在這 音箱城 前往 他這邊有 這個把他擋到 地點 前往 步行 步行21天 那我人到底在哪裡啊 看看我怎麼知道我的位置 我人到底在哪裡啊 重點是 等下 等下 紅白山 我在這啦 我在 這就什麼城啊 加木 絲城 對 我要去 因為我 要打工喔 你可以 342 這樣去武館打工不是比較多 紙幣 精神體力 體力不足 地圖其實看起來很大 可是好像我看人家說他其實 沒有 其實 有些其實是多餘的 看起來好像很大這樣 那我 我 直接 預設排層好了 既然有排層就盡量利用吧 然後 可是他的排層 他這個排層 有個問題 他這個只能 正對自己的 休息去 這個 把他變成一顆 這個也要看 可是他位置真的不知道該放哪放這好了 他這個排層只能在家的排層 不能算打工的 打工到自己手中去按 所以我先 反正 排層前 總得先想辦法賺錢 所以 體力不足 休息 他說休息是野外或是全部居家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過天他都要挑一次地圖 他都得要多 想要展示一下他地圖的雄偉的那個樣子 我1000塊我領到了 這邊他雖然沒有寫我1000塊在創交的時候有說 好像是 但是 月初的時候他會給你 我會從家裡領到一筆錢 明天再去拜師吧 然後存根擋一下 他這有離線掛機的功能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要特別用這個 可能是 因為真的跟生活模式一樣 就在這 離線自動 然後 一個很養生的遊戲 進入 我學什麼 這個是5技吧 斷體 勾斂速度 這不是我要的 他要學的是那個 他要學的是那個 隊友任務 還是沒有找到任務的 都是用自己寄的 電腦打開 英文駐守 英文駐守 真的耶為什麼會沒有那個 我覺得他一定有 只是長暗中有房間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對吧 呵呵 占卜 冰屬性 有耶 這占卜是 是有 有那個效 有啦 在這啦 這是 這是我的 能力 裸身 這意思說沒穿 穿衣服 他是幫你計算裸身的那個 效果 學生 獨破境界 繁體修煉 但是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沒辦法修那個密 就是因為我就是一個繁體 必須想辦法 吸收那個 天地精華 辦法 就是 開始開啟神仙之路 這是屬性 就是 或者說他他真的沒有教學 光很多按鈕都得自己去 就是研究 也許你甚至你玩到最後都不知道按這個的話 你都不會發現 有這個功能 看一下 操控 地圖回家 那是Enter 我看看 真的沒有 他說底部怪節鍵 所以 好我去找看看好了 隔壁的城鎮 這個叫什麼 赫 鋼城 是 騙瓦 那前往就一天了 那我回來根本就來不及 你可以選擇汽車也是一天 搜索事件 原地搜索 步行一天 真的很care步行 不過我現在是學生怎麼去 怎麼去那個啊 南投問號 然後 等一下 他這個 打工是耗精神1體力4 對啊 他這個佔比其實是這樣的 看起來是練技能會是 是反過來的吧 精神消耗比較大 體力消耗比較少 但是如果打工就是消耗體力這樣 所以可以 適當的 我到底是哪一天要去上課啊 我到底是哪一天要去上課啊 我要再看一下我的職業 好像是 每年請假達31 501 701警告一次 身份累積 他有說啦 是周一到周五 然後 2月到6月 9月到12月 那我現在就不用上課的意思 因為我想說 他的上課也是 我現在就可以去學了 去隔壁的城鎮吧 去隔壁的城鎮吧 這個沒有 這個廟 烏館 這個吧 開車 那走過去要兩天 花點錢過去吧 黑眼一台車 黑眼一台車 生法 護法 藍色品質 3000塊 那我 學完之後就這樣嗎 成功學習機率 其實我有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又做存檔 然後又花一個 學習機率 那這樣大家不是一定會讀檔 那又何必那個 那又何必 搞得這麼麻煩 其實早期的遊戲是這樣會這樣做 只是 後來因為大家都發現那個 不是 說那就不要那麼麻煩 他說你有感受到上仙的感應 腦中出現了熟悉的聲音 那個任務做得很好 接下來下一個任務 任務二 一個金窗藥的單方 需要五個 需要練制五個 受傷死 難免 為了回復狀態 單藥的輔助 比人界的医藥起效得很快 而煉丹需要收集單方煉丹乳藥材 然後再記 煉丹禮 煉制 等誤完成後找你 單方怎麼取得 他說 用功德兌換 我沒有功德 他說其他獲得方式就有看機緣 單乳 單乳喔 要你們科技的微波爐代替吧 網路可以購買 那這樣不會爆炸 他說高品質的煉單乳 只要透過這個功德兌換單乳的鍛造圖以後 透過鍛造獲得 其他方式看機緣 他說藥材怎麼獲得 透過交易 採集種子 比如說這個金窗廟的藥材可以在網路上購買 幸好我有留錢 因為我想說 幸好還有錢可以回去 我生法 兩天 因為有練跟沒練一樣 所以 那就是要繼續賺錢 沒有錢就 什麼都不行 那他這隻貓不就沒人理他 他就 那個吃空氣了 記憶 有練單耶 他說我少了 電單乳 先看看那個 微波爐吧 太多分類了 這邊要輸入中文 可是他中文是簡字吧 微波爐 現代 還剩餘100台 哪一台 加入 他說這個 商品的價 價格 會根據 實際的數量有所波動 意思說 有可能買貴或買地 他買了就直接獲得 這到底是多快速 微波爐 那這個有一個 還是有那個 小房間的變化 就是 這是微波爐嗎 這個怎麼感覺 怪怪 對不對 這不是微波爐 這是我的那個 功德 ㄟ 這是怎麼說跑出來的 我的微波爐到底在哪裡 好像沒有在上面 這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跑 這真的沒有問題嗎 我猜會爆炸吧 然後因為他已經給我蛋翻 所以我也不用再去 花時間去搞他 我應該是要收解的是 這些東西吧 然後 因為他是要 粉 所以我必須要有 他是預計產出一到二顆 這預計最好是 是十份 五份的材料 就可以收工 這是製作五次 然後 看一下 參考價499 他這邊還有 還有寫說現在微波爐的價錢 參考價499 所以你買了600塊就是 就是 就是 買貴了 而且重點是因為用微波爐 所以他練單成功機率還減5% 因為他不是一個正統的 再看一下 我剛剛是要買什麼 我剛剛是記得一個是這個吧 快錢 這個我現在錢應該可以買個 買個20份 100 喔 他錢有扣嗎 不好意思這個 有耶 他那個顯示有不及時 就是要關掉才會知道 然後 哇這個我真的打不出來 我打繁體試看看好了 這是 這個有些字 我可以有些字 字一樣可以打出來 有些就沒辦法 要自己手動 手動的去找 應該算是比較初階的吧 看一下 他算是材料 價格應該是那種 很便宜的 對 這樣子 恩 恩 他的 為什麼要價格是 餘量價格往下 為什麼會有4塊錢7塊錢9塊錢 然後排序又變回1塊錢 應該是不會太多吧 應該是不會太多吧 找看看 16塊錢 16塊如果買20 這樣 的錢 只夠 370 1塊錢 先這樣好了 然後練字看看吧 為什麼 我是買錯了喔 好 買錯了 那有別的 那沒辦法 沒錯就是 任留著總是有好處的 任留著總是有好處的 他就是想辦法繼續打工吧 就是一個很 切實實實實實在在的人生之旅 那我這樣一直過的時間的話 這個進度 沒有增加 增加感覺好像跟你的那個招式有關 就是有沒有在修煉 現在原本就是21% 然後又賺了一筆錢了 又可以揮霍 應該是跟他們做的 真的我買錯了 這個吧 這次應該不會 修煉 修身 等一下在修煉的時候再看看 先來把這個完成 練單 然後 這個好像是 當下直接就是 直接練字完成吧 好像不用時間吧 修煉 我錯了 兩者 看一下 因為可能太爛了 所以 這兩者一樣 他還是要消耗你的精神跟體力 就是把你做什麼事都影響 到你的 精氣神 對 這樣還是得先休息 然後 可是他這個好像沒有看顆數的 精神不足 他有算啦 所以我最多一天五顆吧 這是什麼東西 東西 我知道這是什麼了 他就是一個小遊戲啊 這個微波爐在旁邊用扇子到底用意是什麼 電單失敗 所以我這樣就全沒了 真的全沒了 他這個 很不錯啊 但是都是因為如果你覺得麻煩就整個超過那個loading 比較快一點 我是覺得啦如果你覺得太太麻煩的話 我沒想到會失敗 波爐還要散 我剛剛材料就整個浪費了 我沒想到會失敗 所以我這一次 再買 他這個材料是小錢 所以我的損失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 但是一旦他到達了一個 非常可怕的 的 那種 價格的時候 這個勢必令你要獨擔 而且從這個行為看起來 這遊戲還蠻喜歡 就是 機率這件事情 那你喜歡做那種機率性 失敗 讓你充了 可是 可以透過獨擔解決 這個再買個20份吧 因為我相信這絕對不會是第一個需要用到煉擔的 的行為 要快速存檔 我等一下把那個 把那個什麼 快存的控制 這是哪一個 沒錯 這是Ctrl加S吧 不可修改 剛剛最多好像只能做三顆再一次 那個分數是要100分是不是 又失敗 為什麼一直失敗啊 看一下喔 分數如果44 低於50 必失敗 40 因為選太多嗎 對喔 你有感受到這個 上仙的 印的 前面的任務做得不錯 但接下來就做得 我有成功嗎 他說現在最後一個任務了 裝備一把武器 這是一個桃木劍的合成配方 加入到你的長圖 你可以長圖使用材料把它合出來 那你可以選擇其他武器 所以我現在哪些可以裝備 裝備怎麼獲得 購買或是上電 或是用合成 然後反正就是 都其實跟起來一樣 重點是我剛練單幾乎沒有成功 為什麼會 欸 看看喔 有耶 奇怪 我看一下喔 有耶 雖然失敗但是還是有成功 我想一下喔 從他上面顯示的話 應該是說 我用三次裡面有一次剛好大成 有一次真的成功 他是 所以才有解掉 然後現在他又一把武器 武器喔 我先看一下我的這個 其實他這個訊息真的是我整個覺得不管塞腦都覺得不對 怎麼會這麼的定的雖然可以縮小但是我 等一下好不好 我把它變得透明 看看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通常的介面的話 提示應該是在底部 然後你的主介面應該在上面 可是因為他把視窗的提示硬是壓在最上層 所以才會覺得 不管放哪都不對 因為他通常就是在主要的介面才會想要看 好啦算了 先這樣 21% 因為我有個東西想要測一下 21% 精神不足 先去打共同 到時候還要買武器 想測一下修煉是不是綜合的意思 就是 他那個%是不是修煉武學的 或是任何東西的 整體的加總 但是 像修煉武學的 像修這個 他現在加3% 應該是24%吧 沒有 他是以最高的那個去增加 21 21% 我先確認一下喔 那如果 因為他如果按照他這樣的感覺是 以修煉值最高的那個 那一本 定的 助走 沒有 21%只是恰巧 剛好 剛好而已 沒有打工 對啊 就是 現代版的 刷鬼修煉 沒錢增長 其實有人說你用掛一年的方式先領錢再開始玩 這樣 你就不用打工 就是有些職業會有領錢的效果 你先 水掉一年的時間 再開始 這樣 反正有一些撇步 然後 咦 原來這是訊息案 那就把他關掉吧 然後他要買一個裝備吧 算了還是自己先摸一下好了 他說 他說 他說要想辦法搞到一個那個 這我不能鍛造啊 那我還是去上門買好了 裝備 我看看喔 裝飾品 裝飾品 有沒有武器墊啊 武器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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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墊啊 書墊 感覺是裝飾品 4級也有可能耶 不過這也好遠喔 汽車花66塊好 4級 酒店 酒莊 這真的是在買酒品茶啊 錯了有沒有武器墊啊 我來這邊好了 應該是裝飾品吧 有啦真的是裝飾品 合金劍 二階 4500 他的武器墊是指那個裝飾品 去找便宜一點 為什麼不能選 86塊 啊他這個該不會是要走 一格一格的吧 等一下 可以啊 他這個沒辦法 開車的前往 剛剛選的 現在有點延遲 武器 他結果也沒有 貨比三家 移動這個我的人生就浪費一半了 又是合金劍 他怎麼全部都賣合金劍 我真的吐血了 天啊 我決定存一筆錢 一天 就把人生 浮費在這了啦 打工 如果打工也可以安排排層次比較快一點 就是指定選哪 4000塊嘛可以 可以買了 4500去一趟嗎 可以啦 隔壁城鎮 買了 他是說主要是要裝備嗎 那移動中怎麼會算那麼那麼久 裝備嗎 合金劍 怎麼裝 借貨 他是說用拖移的嗎 有了 恭喜完成說引導 待靈氣復蘇使我再一次而已 靈氣復蘇 我想一下喔 那我到底要怎麼獲得靈氣 靈氣復蘇喔 彈補 那我覺得等一下去那個 戰鬥 先修煉吧 他心法我現在是不能練的 靈氣為靈 我在拆去外面 就是 去 黑皮一下 這樣 下潛 對啊 就是他有一些 buff 你把他想成就是一天抽一次 抽一次buff 我覺得去外面碰4件 所謂的靈氣就是去外面吸收 精華嘛 去吸別人的鬼魂的靈氣這樣 對喔 他有那個 快速存檔 每天都可以沾一補啊 像這個就修道金 探索 原地探索 行走 然後呢 是有還是 恩 戰鬥 沒有手 沒有攜帶先手道具 跳過 惡鬼回合 我是 看不到他所以沒辦法戰鬥嗎 我到底在跟什麼戰鬥 我好像沒有開眼所以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有砍中了 這樣也行 他是沒有素材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bug 還是因為我沒有開眼才打不到 這是一個超級問號的狀態 我是知道他在這一格啊 我看不到他所以 是因為我看不到他的問題嗎 我不是攻擊走那麼弱啊 而且他雖然如果我是零的好像也不能出招 他死了耶 他死了耶 怎麼那麼弱啊 我勝利了 功德加五 這什麼鬼 而且為什麼要跑來這邊 等一下 我也打贏惡鬼了 功德加五 然後 練單死喔 到底有什麼可以逆天的 功德是一個 不是經驗 是一個 你把它想成一個貨幣吧 可以買東西 我先修身好了 這個至少要練一%才有效果 看起來 然後就是 你要先練一%才 才能使用他 再搜索一次好了 我覺得應該有別的事件 不會又是戰鬥吧 一個女子 從橋上跳到水裡 想必這個女子是想不開全的自殺 救人 救起來女子 恩 功德加十五 不一定要占卜 因為我是覺得很麻煩 而且占卜幾乎都是壞的 就快放棄人生了 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要有兩段式的 做法 就是 他的搜索跟那個 會讓就是你先把你的體 體力耗完再搜索 如果真的 你很精打細算的話 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這個是浩天術在搜索的 所以你在搜索的過程中應該也不嗎 錢逛中 丟了兩塊錢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然後來為什麼 都可以跟他玩一下 這樣 他有什麼事件 路上撿到177塊 你拿著錢思考了 決定一下 交給警察 把錢交給警察 正道在 加兩功德 路上看到一個行動不變的老奶正想過馬路 有一走得很慢 測來測完 一時間被困在原地 十分緊迫 夫老奶奶過馬路 他事件有時候會要好幾個 差點要 幸好他不是 老奶奶去跳河 這樣不然就太可怕了 那我真的是 也是下個 那哪一次是正常的 這是 衰到一種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什麼 沒有一個是好的 再繼續看有什麼事件好了 這是花一天的時間 他有在搜索嗎 這個是 錢逛中 錢逛都是在丟錢 又錢逛 又丟錢 那得要丟多少錢 而且我要回到學生的身份了 學生的話是 9月才開學 那我這樣子到底有沒有加 還是21% 這是預設的 這要怎麼去增加 好像要等到世界開始變化 那有點像是你現在就是還是得等待 小貓 那你要幹嘛 有點像是 其實他的界面讓我第一個想到 像是那個 他所有的選項 像那個 那個什麼 武林群俠賈什麼的 武林群俠賈什麼的 那個在在那個逍遙谷 逍遙谷的培養的時間點 有點像這樣 我現在還沒 還沒練好招 所以我不能闖蕩降 這感覺 外地搜索 換外地 啊這當然是指派的 我這兩個都一樣 武隱身法 那這樣我這邊探索嗎 為什麼算那麼久 現在是怎樣 任務探索 哎 慘了 這隻座 有了 算太久了吧 他說你在路邊看 看那個路邊攤喔 看是賣假要 卻價格不費 說不定可以買一些好東西 去看看 一開 路邊攤3 他這個還沒探索完 只是他那個探索真的好久 只是他找到這個圓圈還在就是 就是還在探索中 真的有在動嗎 又來了 被閒關就閒關 為什麼會逛這麼久 那閒關就閒關 他這個 我想一想喔 因為你選外地嘛 所以他其實不在 他的功能跟原地一樣 但是你選外地之後就代表出去 所以你還要再多一步回來的 時間 那這樣感覺選外地好像比較 快一點 我現在到底可以幹嘛 這個真的節奏還蠻慢 因為他主線 他說等那個 靈氣復蘇 靈氣復蘇喔 不然我去 等一下換採集事件好了 靈氣得先從世界去變化吧 難道我可以改變家裡嗎 欸等等 改變家裡 控制實踐 正版嗎 什麼叫正版 應該說是正式版吧 他還在搶先體驗 動植小行政法 動植小行政法 會學習 他不是demo啊 搶先體驗 可以升級耶 他這個以為還可以 升級套房 要先升級大廳 房屋容量 那這樣升級沒有跟我講說 花多少錢 我錢就被扣了 那麼辛苦打工的錢 然後 點一下 就升級 他沒有正式版啊 還是想先體驗啊 哪裡 怎麼會知道 我都說 我都 我第一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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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先看一下 先繼續修煉好了 先繼續修煉好了 剩下的是 我去採集 原地採集 步行 藥 還要 這個好像要看這個 他採集獲得了一顆石頭 先繼續煉吧 繼續煉 繼續煉 這是以僵侍為的題材嗎 可能是吧 應該是吧 妖怪吧 妖竹魔 然後 看看 還設11% 然後真的要等到他 復蘇那一天嗎 我看一下記憶 好了 一點體力 唉唷 這個其實如果要花體力的話把這個點完 感覺蠻稀有的 然後 功德值 補氣王配放 這個是目前可以買的 好買 金晶 金晶 但是因為他沒有新那個 靈氣 就慢慢等吧 然後解鎖了 繼續煉 修煉真的很慢 他的修煉因為我們平常一些遊戲啊他都是以那個快速的 平度他把他開得太細了 但是 每天都是有點像日付一日的那種感覺 客房應該升級了吧 大廳二級 有 解鎖 製作台 他說解鎖製作台 製作台 沒有製作台 製作台應該是直 剛那個 這個煉蛋 對啊 一開始人物微波 我看網路上可以定什麼好了 我覺得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 到底要幹 像如此 先買工具好了 裝備喔 製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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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體 製作台 負性甲 修煉速度 幫我買一本回來學看看 只是他有成功機率 我先存個檔 我先存個檔 他這樣有存到 大地圖不能存 然後 然後 他學招式都有機率的 比學會 像斷體到底有沒有助於我的 我的修煉 0 體力不足 下一回合 因為他如果是練身體的話 不知道我會不會加 學習土納法 看看喔 還是沒有 那真的要等時間 這是 功德隨機 就是看他那個裡面可以 可以有什麼吧 這個商店好像會更新吧 然後他會 他會丟一些東西 像是 等等 之類的 只是都沒有道具圖 都是 都是名字 去探索好了 剛第一次遇到戰鬥 結果後來就 都沒有後 喔 才剛講來了 還是沒有圖 看不到的惡鬼 但他在這一個 瞧瞧我的 劍法 我不知道到底 因為他是妖魔鬼怪 我不知道到底是因為我沒有開眼 還是怎麼樣 真的看不到 然後 但是我可以 知道他在哪打 這樣 又被斬斃了 又被斬斃了 因為我的行動回的是一級 太厲害了 一個學 學生可以 可以打爆他 然後打贏之後其實 又只加功德5 可是沒有任何東西 以外這個 常白三四歲有靈氣啊 好像有 決定了 我要籌一筆 車馬費 然後去那邊 駐 駐上一陣子 等一下 然後養成計劃開始 其實也沒辦法 快要沒有時間了 因為我那個 因為我是學生的身份 所以 大概不能練太久 9月要跑回來 這樣 等一下出發直接去那個 不對 然後直接 往那個 靈氣的地方去求練 這邊 長白三 天王 900塊 火車 火車 汽車只要100 那個火車 這倒楣啊 怎麼又卡住了 車子拋錨 這是什麼 這個拳 比例採集 零拳 蛤 這不是來 你站在瀑布觀察 許久 瀑布很壯觀 我不要觀看瀑布啊 等一下 很白三喔 獲得零拳加三 沒了 到底在幹嘛 尿靈 尿靈 獲得 蛤 蛤 獲得甘草 他說背包已滿 他這個背包還有上限 對我看一下喔 真的有 零拳喔 參考價值2000 一開始來這邊挖不就更快了 1萬塊 1萬塊 這正常嗎 那我前面 等一下 因為目前只有一個 我先回去一趟好了 做汽車 開始來這邊採集不就 錢逛中 他移動都會有事件 只是會不會觸發 然後 我一開始如果來這邊就有1萬塊啦 真的蠻小的 然後他有mode 所以有人就做那個 大mode 這樣 兵空洩貨吧 回收 洩貨 他不是一次 他是慢慢點的喔 我剛剛去原本以為是說有靈氣 然後 靈氣 等一下一定有東西可以加靈氣 靈氣 欸有了 這個 正法 那說靈氣自然速度生長作用 功德要40 因為為什麼要正法 是因為房間有一個正法 可是 我得去想辦法賺功德 好不好 正法 先想辦法搞出正法就好了 想辦法努力再賺 好 至少有找到 成長的可能 那就是繼續服老奶奶過界啊 我老奶奶過界 加工德還蠻多的 欸為什麼變成材料啊 那老爺爺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沒人服 對啊 都沒有老爺要服 先想辦法獲得功德 不管是打妖怪什麼都可以 這前提是要遇到的 因為他這個是太隨機了 沒事在那邊踩 對 像這樣子根本就 因為他刺劍 大部分 要遇到有功德還真的蠻少 會被那個什麼 被其他一些 傻 傻亂的東西給彈掉 推倒就可以服了 推出去他可能就出事了 咦 他的土納法反而是階段 他的算法真的太奇怪了吧 1跟趴數 他的密集的熟練度 一種叫做 幾階跟 跟 他應該是 席拳跟 跟階段這樣 所以他顯示有 那種不一樣的顯示 這個就有了 所以要選斷體喔 把他算了 我領悟了 我開竅了 什麼鬼啊 呵呵 這跟靈氣沒有關係啦 因為 他看起來 他的凡 因為是凡人 所以你要先斷體 這沒有 沒有指導 你不會理解到底要怎麼練他 大概用 那個叫什麼 領悟的方式 就把他搶成 因為你現在是 繁體 所以你就得 至少先 把你的身體 鍛鍊好 土納法 要先學會怎麼吸人家的那個氣 這樣講解釋吧 是 吸氣 會呼吸之後就會 就會吸到靈氣 最好是這樣 反正就是繼續練吧 又跪在家裡了 幹嘛就是 要嘛就出來瞬間動一下 然後要嘛就跪在家裡 不知道在幹嘛 這樣 可是他這個是經驗制 看一下到底要怎麼去看他的 就練速度是越來越少 他這個是 他上面有個經驗 你只要把那一層 所以我練到五層的話就 就出事了 記憶 諸法 這個 這個裡面大概跟你比較有 直接關係的應該是 那個 畫幅 靈異好像沒有什麼觀念 就是 他說如果學會彈琴譜所獲得狀態效果 布陣 好奇異是布陣喔 書法是 畫幅 這兩個是畫幅影響的 會不會連到後面 他好像沒有啊 你的那個 他是有類似輕功的 升法 輕功 就是你可以靠你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你的 那個 你的腳層 用 會快到時候都會連 可能都比 計程車還快 因為在移動的時候就有那個功能 會選說你要運用你的 那個 轎子 反正他這個有點綜合兩種 他其實有點 劇情的寫法有點 他的意思就是 還有 然後 他有那種就是鍛鍊身體就是 現在的那種 有點 我覺得他有點融合武俠跟修仙的綜合 就是 科技 修仙的概念 他一開始就說你如果沒辦法修仙就去練一下科技的 東西 然後 然後 對我要幹嘛我通常那麼記了 然後我先把斷體充起來吧 然後 我就可以 開竅了 他這邊有個經驗子 不過超級難練的 因為後面越難 他那個 大概要花好幾個月 時間 因為如果你要把每天的精神就是花到零零盡致就要算得剛好 就是 因為修煉每次他他都要靠這個體力跟精神 所以當你練完之後你就會剛好發現不夠 不夠的時候就要想說那到底要去 幹嘛 那我算一算之後我有多一點精神精神一點再加強其他體力可以去打一次攻 然後剩下又剩體力 體力就可以拿來練這個 這個書法 壽命喔 壽命 他現在是有個 他有寫啊我的壽命有73最大角色所以應該是之後會越來越高 他都竟然有這個突破境界的話應該是 還是有壽命不過我覺得你要玩到73歲也是 是 是要蠻多時間 所以他後來就因為他可能實在太血尿了一天一天的過所以他就 他就有一個叫離線自動 你可以用日程安排 然後放著給他 挖子 所以真的覺得太累了你可以他的安排是那個那個離線安排 那應該是他現在還沒有完全做完的功能 因為他說要用那個功能 可能有風險 可是 他應該是這樣子 可能他已沒有計費 不知道怎麼算 然後你先安排好每天要做什麼 先把他設定 這樣 然後你可以增加天數 這是讓你快速前進 我試看看好了 那現在也是先責 因為他現在是從24號開始算 所以我 譬如說我先 先練這一招 然後把 因為我最多三次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我練 書法 先確定 然後 6點 他就會他幫你結算剩精神 精神其實還是可以再練 所以我就用這樣 然後 這不是一天的流程嗎 那就複製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這樣子安排 他就開始 直接推進 為什麼現在氣血 突然變成296 我成功了是不是 好沒有 就296 就快速前進了 好 我在猜他離線應該是按照這個排程再炮製 不知道怎麼算那個時間 要補輸 600收購 補輸 先上網看一下 補輸 沒了 大氣絕 然後 因為他這個就是反正就是一個 因為他每天都點正反 所以 你可以用快進的方式 他如果繼續這樣子安排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 看一下 因為我9月要上課 所以應該是要先這樣 這功能是不錯的啦 等一點時間這樣 可以這樣 有了 禁用 禁用為什麼 已經沒了 但是 現在比較麻煩是 他今天沒有問我 難道是因為修煉過頭導致 這個自己手動一次好了 這應該可以讓我的體驗快一點用這個功能 就不用 剛剛那樣子 你看我那邊一直瘋狂的點點點點點 他就問說你有沒有要上學 對 自動推進好像沒辦法幫你判斷要上學還是不上學 星期五禁用 應該是因為他 他要上學 我猜 所以他才顯示禁用 他會中斷 然後上學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就是 最近開始你在創繳的時候有可以選擇 學生的能力是你每個月有1000多塊吧 然後 然後 從這個就悟性上限加5吧 然後你轉到別的職業之後 會有 年齡的限定 可是他都只到60歲 還50歲 反正每個能力不一樣 然後 因為我想說 學生也蠻特別的 結果我看起來 感覺只是一個累贅而已 就是你 他變成是一個脫油瓶的 設計 我都不知道學生哪裡好 星期六 星期六 那我就這樣快進吧 星期六到星期一 喔 我的斷體又增加了 所以我現在 上階嗎 體質 然後 日復一日 就是要繼續修煉 可是這個超難練的 因為他的 低屬性 獲得屬性 為什麼我的修煉速度會是減11% 真的不懂 可能是因為是凡人吧 好像可以種東西喔 我乾脆也來種好了 你可以在家裡啊 放他插一根 這是什麼意思 欸 好歹 好歹把他畫一個草吧 這種一箭絲法 以木星法 我沒有這個功能啊 等一下我看看喔 然後 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 用盆栽 該不會是這一坨吧 喔 因為你沒有花園嘛 所以你只用盆栽 慢種這樣 應該不是這個啦 是 預計收成 成熟39天 哎唷 他那個如果要 看看 繼續練好了 其實如果以他的節奏來說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 慢吧 然後如果習慣打那種 就是快節奏的人 大概會被他氣死 我的精神好像是被扣了是不是 怎麼好像 為什麼 是上線 有點怪怪的 好像是 掃 掃1的感覺 我看網路上有沒有賣那個 加永久能力的 他有沒有直接賣丹藥喔 直接搜索好了 折扣 還有折扣 丹藥 應該是先選丹吧 沒有丹 跑去那個好了 不行因為現在剛好在 他這個學生的身份真的是 如果因為他他有說如果你要是礦石的話就會 直接 無業有名 這我不知道到底直接無業之後是不是比較好 直接真的是問號 借貨 看一下喔 出情 他說20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16 我還有4年的時間 他的好處就是他每天可以有1000塊 我想要直接就是乾脆那個好了 警告 警告直接畢業好了 因為他這個實在太多台錢了 就是 這邊會在畢業之後直接轉成 無業有名 然後你就會悟性上線就會被移除 然後你無業有名之後會變成運氣駕駛 然後 然後 出死加成 經營任意 喔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管是就職哪一個啊他都有一個 一個正常的 那個 算要散辦 然後你散辦的用途是為了 出情拿到錢 然後你也可以獲得那個加成 是 就是 他這個節奏真的太慢了 就是為了生活的話 決定 我決定 決定 不要這個職業了 無業有名比較爽 因為他這個實在太影響了 遊玩進行 加權 加權太弱了 然後我就安排那個 這個 日程 禁用 為什麼是禁用 恩 庫字 變加活動 為什麼他會把我的那個禁用 等一下 我決定 我決定 他一直禁用我也沒辦法正常的進行 知道了請假 S爽請假 再試一次好了 吳納法 請假之後 說法 快速前進的方式 然後 天假活動 就是練快一點啦 加速他 算 那邊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職業應該還要再更強勢一點 就是 要強到 我覺得說 我必須願意花這個時間在 行為上 這樣 要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下之後覺得 算了 這個 這個有跟沒有 這個 落差 落差沒有很大 所以 快速的 況值 我不當學生啦 我要當一個正常的 修道人士 他這個如果禁用就是因為他現在要問一件事要不要賞 然後你選了之後就可以加速 因為我覺得他的起始的加成要讓我覺得值得 在悟性好像頂多才加 加5 看這個還剩多少 有一段路但是還行 繼續練 請一次之後乾脆一次把他 固執到底好了 他的請假好像是說如果你今天請 那你後面全請 等你把活動跑完之後他才會 所以 我直接用 一個月的 要去深山這個閉關修煉 我要去深山這個閉關修煉 慘了 我的盆栽忘了 偷哥 他會不會哭我呀 我的盆栽 一個月就過去了 啊 他的 他的話也太靠北了吧 這也太抽空減掉了 他 收成之後 就是 跑出了隔壁這個 這到底想要象徵什麼 好繼續中好了 中白不中 喔 他這邊有自己的那個 技 技能然後呢配方也要每個都練 對 看看我快要完成了 現在87% 但是最後那個階段是最難練的 好像還行 在閉關一個月好了 閉關一個月好開始 直接快速跳過 先趕快解放自己的 會根 等一下是開眼吧 他這個快徑有時候他 之前好像看他說是如果你用快徑的方式 如果有些事件可能會被跳過 這樣 如果剛好是在那個階段 沒有了吧 快要完成 剩多少 117 快了快了 可以手動 然後就可以繼續 還剩8天 所以種太久 到底是這隻貓 這應該是狗吧 我後來發現 我搞錯了 應該是狗 他這應該是裝飾的吧 永恆不會動 繼續修身 再 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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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修煉一階我的精神上限會 好像會加1的樣子 有了 有了 5階了 可是 有了可以突破了 成功機率 但是沒有 沒有丹藥 殘了 看看 丹藥 去藥局買 我去藥局買看看好了 問那個老闆說有沒有突破丹藥 他就問說你誰啊 你在說三小 那個 因為實在太近了 汽車一天 然後18塊 他這個真的是 我用我的輕功也可以啊 他沒有 那應該是要想辦法搞到那個 設計圖啦 設計圖 這皮甲也蠻便宜的 哪一件來穿就好了 內甲 他有內甲跟護甲 差別是加什麼 防禦加9.87 如果我現在因為我沒有那個丹藥 好嗎 其實因為他可以存檔跟堵檔 就我覺得我用最快的方法 我直接 是 用存檔的方式 硬突破 就是 雙上臨時法力自然恢復 這個現在沒有用突破吧 突破失敗內傷8天 他說內傷期限 氣血法力不會自然恢復 繼續突破 到突破 我終於戀氣了 然後他說突破之後減少獲得的基礎屬性 減少部分 隨身增長 最後再突破成功仿環 我們叫做仿環 意思是說 意思就是 他會有 可能是會補回一些給女王 他 馬上就37%了 內傷還在 所以我現在應該可以修煉另外一個 這個了吧 他算是心法吧 因為我應該已經開根了吧 還是不行 因為他現在就是沒有靈氣 所以我真的做什麼都不對 沒有我靈氣 我再去常白上 看還有沒有東西可以好了 衛生子團 因為這個獨角想要亂丟 一開始預設就是那樣 靈權 他就好像只挖了一次就沒了 就是 反戰的一次 然後他這個道具就是你進去可以採集 目前應該只有這一個 所以我要再回去 沒有靈氣真的什麼都不能做 他的意思就是現在需要等時間到 時間就是這個世界會開始慢慢的有入侵事件 那我就用快速前進好了 我的 房間 5000 他知道5萬塊 來停願 這個是 栗位增加 這是解鎖的鍊氣等級 可是因為房間太小了 我決定 考慮一下 換大盡 一點 看看 他這個價值是 一米是 所以他總共價值是多少 看看成交 他沒有寫他的大小 應該是下面這個成交值吧 所以你要買一間房子 我看看 根本買不起 這個房間好難搞啊 那我還是去培養我的房間 功能規模 他打工不能打排成 所以我才沒辦法 就是順便賺錢 好吧那就去修煉吧 修煉時間到了 我把我的那個 換另外一個修煉法 我把 星空 然後選 五影生法 先把我的這個生法把它練到滿吧 這樣我以後就可以用超人版的 被移動速度 我就不用花錢 便宜剩下 這樣 然後 我覺得他要練就一次把它練到底吧 就是一個月的時間這樣 只是在 在快進的時候 最好要存檔一下 避免就是在這個快進的過程中 可能有 突發狀況這樣 那 開始吧 你不會有法力條了 為什麼 停不下來了 我的法力條突然開了 所以已經爆發了 是不是 我剛剛有法力嗎 自己都忘記了 怎麼那麼多東西啊 好忘了先回收 先卸貨 把力 法力 好像是因為我突破上去吧 所以我現在可以練了嗎 星法 一次不行 這是我的 生法已經到三階了 我剛好可以測一下我的速度 快不夠快 這是 接受任務 獨子 這有賣古玩要看看嗎 唉唷 他有賣東西耶 他有個 十百 千萬 算百萬 他有百萬 可是他賣的 開之後有未知的東西 就是抽獎券 是多少塊啊 是什麼 很舊的 用於見別 試看看好了 買幾個來玩 喔貴喔 每個都買一下 他有類似像是 賤賞的功能 我也有一個能力 是要練 然後 買完看看 所以買了之後他在哪裡啊 應該是在倉庫吧 股玩 未知吧 賤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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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筆 50塊一個 通常這個一定是大概十都九片吧 你買的這些東西大概下場 途子 還要給他 去哪裡啊 欸 福子 而且為什麼 劍賞三個 欸 劍賞 我明明有三個道具 可是為什麼 最後出來的卻是 喔 唷 劍 劍賞 有一個要玩 真的很爛耶 但賣的東西根本都是騙人的啊 再介紹 骨錢 那這個骨錢其實就是 有點像驅魔的時候 把那個銅錢拿往那個 高怪身上丟 來看看我的移動速度 如果要來這邊 這太近了 沒辦法撤出來這個 他生法還是 一天34公里 我練了三級之後 這個還是 沒效果 看看喔 他好像只有 戰鬥有幫助耶 然後生法是一開始就已經 就已經存在的東西 學了一個 沒什麼用的 繼續練那個斷體的 斷體的能力好了 對 對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法陣是 會有靈力的回復耶 我覺得還是得 想辦法搞出來好了 既然他沒有靈力 既然他沒有靈力 我就自己想辦法勝出來了 我決定真的要去 探搜索一番 外地搜索 天速不行 我找10天 然後這邊 然後他會 看你要用什麼 汽車代付工具 前掛 卡藥 這個是事件連續觸發 如果你覺得一天一天太慢 怎麼都是卡藥 前掛 有沒有跟妖怪戰鬥也好 隨便 那我加加功德 好像沒了耶 等一下 也太少了吧 不然外地 這邊 移動 他不是採藥 就是賢 我花了10天的人生 然後在那邊採藥 掉錢這樣 不然是因為區域不對 對嗎 我再換另外一個地方 通虛的人生 讓他繼續找 因為我現在要想辦法先換出功德 我覺得剛剛那本有40的秘籍 有一本是要40功德 那我先想辦法抽出來 所以 他踩到 踩到身上蠻的 背貓真的小到靠北 真的沒有事件耶 這也太少了吧 一個老奶奶只能服一次 那也太窮了吧 直接回去好了 我還以為有很多老奶奶要幫你服 先把東西卸貨吧 那個真的背包太窮了 16個 花應該還沒哭 欸 欸 我的花好像枯萎了 太久 原本中的那個好像壞 就是 太久沒有理他 然後他就不見了 看看喔 欸 這個是100的嗎 他不是每次都出 所以我要 留意吧 原地搜索好了 直接在等10天 閒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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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事件耶 這個太鬼了吧 我沾個補好了 我沾個補好了 沒想喔 這太扯了 你好歹也給我一點 戰鬥事件嘛 再多10天 這邊的立尾都被我收服了嗎 是這邊的立尾都被我收服了嗎 我再換另外 我再去別的地方試看看好了 我把那個 我只求有戰鬥 但是好像要戰鬥有點難度 我來這邊好了 那邊有廟宇 去看看喔 廟宇是幹嘛的 義式合成 請神 他要請神術才有用 上香 上香真的有屁用嗎 購買一個好了 但是沒有 欸我有香 但是他說沒有 為什麼 他說我沒有香 有啊 他可能覺得你誠意不足吧 你只要拿一個普通的香給我這樣 香類道具 他是要我移到身上嗎 他會說我沒有香嗎 買了香就不給上香 這個 這個寺廟也太 太call了吧 哇 我直接原地探索十天 沒有可能那個地區已經沒了吧 這邊 我發現有個回燒 他說市場浮動 應該是因為他這個有那個 這個啊 他就直接回收了 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做功德的事情 不行欸 這也太扯了吧 再開過去 我想要做好人怎麼這麼難啊 我看看喔 他這個有一個容納殭屍類怪物的容器 戰鬥中有繼續收服凍結 我買一個棺材好了 紅木 沒有東西但是 這個是什麼 好像是道具類 這個應該是用來收服那個妖怪的吧 好繼續探索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 任何的試鏈 再來 我該怎麼辦呢 現在沒有任何事件可以讓我觸發 去長白山總可以了吧 我再去這個地方 這邊靈氣怎麼 應該有機會 來這邊搜索 嗯 再個死片 是要看地圖上哪邊有妖怪我來往那邊衝嗎 我決定離開我的家鄉了 我要離開舒適圈 我要去在外流浪 沒有打算回家 太扯了啦 真的什麼都沒有耶 還可以飛機 汽車無法到達 因為他最多只能 喔他這個意思是說他最多只能幫你送100公里 還沒了 汽車最多只能送100公里喔 往這邊 往這邊好 這邊 我決定遠離他鄉 不回家了 呵呵 我覺得那邊已經沒有我可以找到的東西了 我在花20天 欸他真的沒有不給我試劍 欸欸欸欸我看到一個黑黑的 這個吧 所以我要來黑黑的地方是 啊他不見了 這是颱風吧 有了 去內活動會被雷劈 你戰鬥中會有雷暴雨效果 算了我覺得你乾脆 暴P算了 這樣或許還有機會 做汽車回去好了 還被雷劈 啊不見了啊 他說功能還會製作完成 可惡 他不給我試劍真的很難進行下去耶 功德完全做不出來 算了我回去好了 我直接等那個好了啦 用快進一年的時間 一年 然後我直接等到他那個靈氣滿出來 我再開始玩好了 因為他這個真的沒辦法進行任何的事情 我真的什麼都不能做啊 我只能一直 打工 換練生 可是 沒有事件可以玩啊 真的是齁 命中率 巨氣閃 一春 換我再看那個 我跟他交易看看他有沒有那個 他都賣股丸耶 我都不知道他要給我啊 所以我得現在只能就等啊 就是因為我要也要有那個啊 功德啊 那個一定是正法沒錯 可是他功德不給我 所以我什麼都做不了 就不能買什麼東西 所以我才能糾結說 你好歹事件要給我吧 我才能正常的進行下去 我先 先刷點時間齁 啊我知道了啦 該不會是因為被這個綁住了吧 所以事件一直出不來 我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 該不會是因為那個 上學的機制讓我 讓我根本什麼都做不了吧 還真的是耶 給錢 給錢 我給你 兩千塊 但是是這樣嗎 我要給錢 撒錢 我不要錢了 給我功德 錢乃身外之物 我剛才一個乞丐事件嗎 現在有30至少還有機會 反正44我知道了 也唯有一個正法是可以 初期好像有機會先 先抽出來的 巨靈大陣 真的有耶 巨靈陣 但是功德要100 不是氣死啊 我就是正在卡 卡這個 我需要有很多乞丐跟我要錢 還有機會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論點是沒有錯的 卡是卡在因為 行為啊 他沒有給我事件 我真的 寫不了 這個數字這樣 就是湊這個功德 靈氣復蘇了 有了 他說你的任務都完成 果然沒有看錯 結果 最後還是等到他跑出來了 這是你的獎勵 自首驗收正果了 靈氣復蘇 世界已經開始改變了 地圖上我給你一點地點 準備好過去吧 我完成任務後 我有其他東西 要什麼問題嗎 那我錢要做我準備 就是 標報 好 他說凡人是看不見鬼的 出門背包我準備好 牛眼淚 狗血等到我去 狗血 先結束啊 結束不了 狗血 先搜索一下 眼淚 牛 牛眼淚 牛的眼淚傳聞人看到 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準備20分 狗血 黑狗血 克制引起 20分 可能不是問題 然後 應該算是工具類吧 還是 他這個要帶 這是 藥丸 為什麼21個 啊他一個藥丸佔一個空間 他好像不能這樣子用 等一下該不會拿不出來啊 選擇放置一個道具 為什麼拖兩個拖不上去 怎麼現在又正常 看起來是有 問題 好吧 這個有了 然後要把那個什麼 牛眼淚 跑去 去這個 保釋了正式的戰鬥 已經準備好了 那是在哪裡啊 這個嗎 欸這個啊 普通的鬼 他說應該是這個吧 溫輪 普通的鬼怪 新挑戰 我看看喔 如果 不行喔 汽車也要800多塊 OK 他汽車直接衝海 這是海嗎 直接切過去了 他說我看不到他 我看得到他 欸 他是說道具嗎 道具 牛眼淚喔 牛眼淚喔 使用後 開眼 這什麼眼睛 那這樣跟我看到的差別在哪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可以看到隱形單位 所以這到底是個 然後這個是已經現行的 然後他剛剛說那個狗血 應該是指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招式可以用 你可以這樣殺他吧 他叫我 腐敗絲 不要這個 丟他 死了 又 又斯亞 功德加武 我打錯了嗎 不是他嗎 有耶 有耶 有那麼多 這什麼 神龍甲 開 他那個神龍甲好像 我去看看好了 這個還蠻特別 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什麼 這什麼 等級 請選擇按鈕 搜索 體力不足 所以我現在是 已經到地點了 然後 休息 還有休息嗎 每日恢復一半 或全體居家體力 休息 會出 蛤 我不能在野外休息喔 那我只能先去隔壁這個地方吧 那個地圖 越來越大 他應該還在一洞洞吧 他應該還在一洞洞吧 你看地圖的計算好久喔 他是不是因為在算那個颱風的位置所導致啊 有了 再去一次 然後 車子 如果你用步行去的話 你的精神跟體力會那個 會那個 等級 快過去的時候就沒有體力了 這什麼 探索民工 是否前往 這應該是戰鬥的意思吧 湖中發現有個鬼 隨即埋伏待安處 敵方沒有發現 繼續 這個就是一個 迷宮 鬼 可是他雖然說鬼 不過應該在這吧 這根本不用開眼都可以知道他位置在哪 因為敵人就是只會站在那裡 他這有點像是爬塔 迷宮像是一個爬塔的路徑 然後他這邊可以喝水 喝水應該是回血吧 法力回復 他會說有一個 寶箱在那邊先你的位置打開 獲得五階妖獸血 這有個人耶 這是我位子 他有個茶壺 可是為什麼直接噴到前面 又來了 這次是一個女鬼 絲妹喔 流血加1 凍血 他說沒有了40什麼東西 不見了 被驅散了吧 然後其實好像可以 你可以用道具 就是普攻再加道具 所以我可以 攻擊一次再丟東西給他 然後就可以造成兩次傷害 然後就輸了 那這個小妖怪啊 所以不強 然後 這個茶就是看你要幹嘛 回復氣血 就是休息吧 然後這個是最後的BOSS 水鬼 這應該是BOSS戰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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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更快辨識的方法 因為他不是隱形嗎 所以其實你只要選擇技能之後 每一個都看看 然後那個提示就會跟你講說 你打這一隻會造成多少的傷害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那個人 隱藏在哪裡 雖然他不是這個位置 我也可以猜得出來 系統已告知此人 命中目標為多少 這就是心眼 不過他好像還可以繼續探索 不過因為那個什麼 這是賺功德最好的方式 不過因為他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都不能 不能在野外休息 我真的不懂 還是他這個已經回了 反正所以我現在變成要一直跑回來這邊 然後 就是 要跑來這邊 因為我體力上限 剛好就是只能執行一次就沒了 我只能說他事件真的太少了 所以初期沒辦法賺功德 然後等他靈氣復甦之後 你才有辦法 就是有一些內容可以開始正常進行 不然其實初期我就可以先用那個 賺到功德就可以先開眼 先換到那個靈氣了這樣 他有一個進度 每次要一直重複打 每次要一直重複打 還有一個死路 鏡頭上有兩個按鈕 他說 你去按了一個按鈕才能去下一個 紅色跟藍色 你敢覺得手被刺了 氣血減10% 刺刺的 又來了 又來了 紅色 世界根本就固定 按紅色就是 我知道了 紅色就是扣血 藍色就扣法力 所以 不管你按哪一個 應該都是一樣的 效果 我想騙我 一定在這裡 等一下打沒關係 他其實還有一些效果 場地有什麼特殊 這個沒有 白天的話 你的 這些 你的屬性如果是這個 還會有加成 他是有吸我血 是不是 再丟一個給他 去吧 可以往這邊 休息 紅甲殭屍 好像有不一樣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厲害一點 他為什麼都是這種低階的 因為大概跟他的世界的靈氣有關 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來個鬼王給你打 他應該是 就是你一等 然後 因為是隨著時間去跑 所以現在只會有這種低階的 妖怪跑出來 剛好拿到東西耶 這個是那個不知道路上撿到的吧 五階妖獸價值一晚上 欸 殭屍 我好像有個棺材可以收殭屍 我順便 等一下試看看好了 遇到無頭鬼 只要他不死我就有機會了 劇毒 我怎麼那麼多 免疫物供 我有一個棺材版 啊完了忘了帶 我把他存起來了 又不想 又不想用來抓人 抓鬼的結果 欸他逃跑了 他鬼還要逃跑 這休息真的太麻煩了 嗯 黃白上的範圍又變大了耶 他這個好像有一個正波在往外擴 我直接先回去好了 遺體車回去要一千多塊 潛逛中 其實我真的覺得啊 那潛逛如果只每次都掉錢 那乾脆就不要顯示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 看久了 我覺得他沒有達到一個 就是一個 好的效果 如果乾脆就不要顯示 還比較好一點 因為一種 摧殘吧 覺得是一種 有點像是你硬要給人家看 但是 我代表就是比較好 我自己是這樣想 然後重點是他有指派一件事 要我去 喔我可以自己聯絡他 我想起來了 他不是說完成任務 我就可以聯絡他嗎 然後是按哪一個按鈕嗎 忘記了 keyword видим 他應該也是要我先開眼 directly 要我先訓練這個喔 他們看到他沒有 才知道他那些是 就有了 創業 forgive 花個安排個時間去去練他好了 等一下 看一眼 把這個清空 倒數 他是說如果你有修煉可以有 有多少機率可以看到鬼魔衛星單位 他說禁用是因為 因為還有那個上課 等一下 有了 大概用個10天 6天看夠不夠 6天 開眼 倒數10% 那修煉速度-50% 前置文史真經 因為我沒有這個真經 所以我導致 負面影響太大 真經 看看 看看 按一眼 就繼續修煉好了 10天 很不習慣 他任務沒有記載一個任務記載 就是說現在要幹嘛 前面印象是他有沒有要去搜一隻妖怪吧 然後那個地方我已經把他殲滅了 難道還有別的嗎 對啊我已經 欸不對 那隻妖怪我已經收了他了 難道是有道具要使用 飄物容器 這這個吧 去抓一隻好了 等一下把他放在身上 寫 狂出擊鬼魂T恤充滿陰能量 為寵物可以生長 對人使用武相遜於 因屬性性法修煉5次 他不能使用 先卸貨 先卸貨 拿上去了 然後 負性 我繼續修煉嗎 確認 繼續修煉 阿不對 搞錯了 阿錯了錯了 等一下 應該開始修煉新法了 反正他那隻我打了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那我就繼續練一開始 他給我的這一本 這一本新法 所以 這個是增加我的修為 我身分應該掉下來了吧 我真的變無業遊民了 我已經沒有 每日 已經收滿警告了 處理他 反正現在先 先繼續我的修煉之旅 修神 這樣就可以直接加個 用30天好了 欸 不對 確定這樣 喔 他這個最多到幾天 只能手動按 不能自己 不能自己 一個月 29天也可以 那他速煉吧 然後如果 按照他現在的話 左邊的那個練氣條 就會開始 每練一重他就會增加 長度一點點 完全沒有增加 完全沒有增加 然後 該不會又跟那個 那個地區的那個 靈氣有關 你看 世界的靈氣值2 但是我的房間只有1 那這樣真的沒練多少 我看一下喔 經驗值12 練一次 是我沒有按到嗎 怎麼 為什麼又被禁用了 欸 我真的是空轉了一個月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那個禁用的原因 真的很問號 為什麼 這樣 所以我 休聖 我再用一次 他這個又空了 所以我要複製嗎 算了 這是白空浪費一個 一個月 等一下 我打的清空好了 看他的增加天數 不能用在 這個上面 好像會有問題 所以 自己 如果用那個增加天數 他不會複製下去 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應該就可以了 再加速 再加速 有啦 有在增加 不吃不喝 他完全不用禁食 吸靈氣就自然增加了 三十三天 應該可以了吧 看看 好像也沒練多少欸 真的練好慢喔 有在增加 金髮 有增加了 但是 他的前置 菜根坦 到底菜根坦是什麼 永久性 永久性 有一定的耐用性 這個也是啊 看看 所以我練的心法不用裝 記憶 記憶 倒數 發覺 45% 應該是只要把那一本練完 就過了 照理說主線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我去哪裡 那個我已經打完了 好啊 那我就繼續練 繼續練 那這個主線真的是可有可無欸 感覺就是 我猜啦 就是 其實他沒有給你目標 有給你目標 但是 因為他會覺得你本人就知道要幹嘛 可能就是 反正你就是一個 看到就該練 知道就該練什麼東西 這樣的感覺 還是這樣吧 先試看看 繼續練那一個 那一版 我現在應該變成是 按照我這個修煉速度 會比較慢一點 被禁用了吧 定用 欸 欸 都跑出來了 40 欸沒有欸 連這一版好像又比較 很可能 來45 修煉速度 修煉速度 23% 74 74 加 哇他一次才練9 練一個月根本就來不及了 太慢了 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啊 一開始他問你要不要 要不要接的時候啊 他後來好像就沒有再變過了 他一直想說要收股書 記得 覺得 哇 繼續來這好了 哼哼 想想喔 哇 不知道要幹嘛 整去那邊了 現在是有看到好多的地方啊 慢慢的再增加 那個靈氣點這樣 但也就僅此而已 然後妖怪的話就有收完那一隻之後啊 就沒有後續了 往這邊好了 先休息 可惡 我的精氣神實在太低了 欸不是欸 是因為他用車子開過去也會扣啦 就是 我以為坐車不會耗體力的 結果還是會扣 寶箱打開 出軌符 等一下我要抓軌 藍色按鈕 真的很好拆耶 是 藍色按鈕果然是扣法力 我剛剛應該打開了 車水 好木棺材 又一個 我這是要抓鬼了 鬼母 已經帶好棺材來了 因為我看不到他嘛 我這次真的再試一次 用那個道具開眼看看 你有眼淚 有了他跑出來的 出鬼符 先武技能 打他 然後下一回收他 欸他死了 他逃跑了 看到鬼都一直逃跑 看來只能一回殺 又來了又是鬼母 那又不是剛剛那一隻吧 這隻我要是出手他一定死 我用普通攻擊好了 然後用棺材 這個 收服他沒有目標可選擇 是因為看不到嗎 要跑走吧 他是死了 他是死了不是跑走 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這是因為沒有買那個帳篷 所以我不能野外休息 休息的也就是 呼消 颱風呼嘯 所到之狼擊 颱風巨大 對你造成了364的傷害 能送颱風的血你活下來 可是我沒有看到颱風 然後被那個 被那個 無情的攻擊 他那個 他去那個 去那個 這個什麼 課 算是 酒店休息 他這個只有回復 精力 跟體力 但是你的氣血 這樣沒有全回 不管了 回一點 這快完成了 然後這次 我根本真的再抓一隻好了 一開始如果有線型 誒 雙森陰鬼 疾疾 那我先開眼 我要下一回合再打 因為他每次都是 看看 暗鬥下 對 他是說他凍結或什麼 鎮壓控制比較 欸 下一回再出手好了 不然等一下出手 他又要那個 扣血扣到死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種 動態也太多了吧 先出招 用這個 死了 死了 他只能抓一百多滴了 這實在太弱了 我一直喝水 休息 他的事件不多 大概就是寶箱陷阱 然後回復這樣 拘魂鬼 拘魂鬼 就看不到 再開眼 下一回再打他 他用拳頭 總不會死了吧 出招了 棺材 他說沒有目標可以用 這不懂欸 這不是目標嗎 沒有目標 所以他 他是抓殭屍的喔 這個不是 可惡 抓殭屍 然後他 我這個也打 這是一個迷宮 然後他每個階段 有每個階段要挑戰 然後每個階段 很多時候你都要好 相對你的進氣 跟你的力 所以如果你要是不夠的話 你就得一直回去回來 回去回來這樣 太可怕了 不能原地休息喔 不能原地休息 真的是太虧了 看一下附近有沒有商店 便利店市集好了 我直接去買一下有沒有那個 漢棚 下一頁 有一個古老的書籍 這個是什麼 500塊的欸 等一下好了 然後 這個要見賞 然後見賞又不能 他的 這個介面行囊是不能操作的 他一定要回到你的房間 才可以進行 我的天啊 我可以選這個嗎 不行 為什麼又不能 從這邊過去 這邊又可以 送得上 雙飾品 他這邊有一些 這個 這是 冰屬性的法術 誒 入門練功法 修煉5技 額外獲得 這個 應該買這種東西的 消防衣 消防衣沒有能力 練功服 這個沒有我要的 封衣 封衣 封屬性 他這些裝備是 有助於你在修煉 並屬性會比較強一點 可是 沒有心法類型的 先離開好了 避車 因為一開始我住的家在這邊 然後 因為我住在這邊嘛 所以就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是 那事件都在下面的話 我要這樣子來回 真的好lag喔 大地圖 公德值 但是我的公德值也滿了 所以 我看看 86 這裡都好高檔 房間的靈氣變成2了 所以 所以等一下 所以我的修煉速度應該變快了吧 看看 修煉速度 五星法 之前一次加9嘛 13 13 他多兩滴 就是 這個 提高之後啊 他變成12 濃度喔 所以回歸到最後還是得想辦法搞出這個正法 但是 就是 我再搜索看看齁 原地搜索 田逛中 這事件真的是很像憤怒耶 氣死了 這事件真的是很像憤怒耶 氣死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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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德才有辦法買一個巨靈燈 所以 好吧 再去一趟 我抽到100再回來 天啊 我知道他那個為什麼有時候不能移動了 因為他車子的移動啊 好像是會扣那個體力吧 大概是因為那個體力到達那個那個 不夠的時候他不給你開車 可是 所以 所以才會為什麼有時候那個距離 為什麼不能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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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的原因可能在這 然後最多就是 111吧 他的算法可能是這樣 在你起步的時候 的 看你值是多少 就可以判斷距離是多少 這樣 這移動真的有夠麻煩的 我抽到100 然後再回家 規則練等 然後 刷出那個 等法吧 所以我要盡量找那個有斧頭的那個 戰鬥 這怪物襲擊了我 是殭屍嗎 是 那你就下去吧 直接死去 其實我覺得他 他的事件應該是要 就是 就算不常遇到怪也要 至少花一個月的時間可以遇到一隻這樣 還是他那個真的太下了 欸 連體 是 絲鷹 這個是殭屍欸 紫薑欸 然後比較強一點 所以我可能可以 喔 可以收他 先結束一回合 欸還是我 我的速度有這麼快喔 再一把 好 好 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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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再來 他可能想要做的是那種感覺 因為一般我們遊戲的節奏要嘛就是忽快忽 就是有時候他覺得你的修煉速度會特 就是日子會過的 然後他想要做他把那個 平常我們在玩別的遊戲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時間總 比如說他的一天啊 因為我們的一天是一次修煉就譬如說 加50 舉例啦 譬如遊戲 然後你會覺得 所以我過那一天的速度可以練得很快 可是如果一旦修煉多 你就要好好上好幾個月 所以你會覺得 練的日子過很快 然後他的做法就是把那個數值給攤了 一天的量把它攤成100倍 的概念 可是你那天你點的那個50修煉 就把那個50的修煉 散在這100天內這樣 讓你更貼切真實的感覺 可是他這樣的做法大概 那就是看每個人的想法 我覺得通常應該 那這樣的做法應該適應的人很少吧 會覺得這個節奏真的太慢了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喔有兩隻耶 鬼母 遇到高手了 換我要逃跑了吧 成功機率 我好像有那個 打他反而補血了 這樣這個傢伙有點麻煩 就用這個斧吧 我剛撿到的 路上撿到的 打一次100多 然後我會被那個 再加那個 再加那個 手血 陰 他還會生耶 可是他生出來 我把他打死 我又會回血的樣子 我在跟一個 看不見的敵人戰鬥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把他打死 我就會回血 母體喔 特定技能 這貓是 什麼原因這樣 他只要招怪我就當作 補血機 那個 他出手了 他那個應該算是戰鬥勝利的誤判吧 就是 因為一般來講 這個遊戲是 他的 我看他結束的時候 都會幫我補一次血 可能是因為我打死一隻怪的時候 剛好就 判斷 這個戰鬥結束 然後補一次血這樣 欸剩一滴 先把他打死 功德加20 真的沒有耶 是那個打那個嬰兒才補血的 呵呵 喝水 回復法力 我現在應該準備落跑了吧 已經快要沒有生命了 這個是什麼 逆絲 可能要補個血 金瘡藥 日記穿藥才補40 結果等一下就怪我被他打死 他死了 我可以回去買菌陣了 看起來很像攻氣戰鬥 因為他就是他要開眼 他的就是鬼怪要開眼 他就是 鬼嗎 所以他才 他會要用道具 或是用道 技能去開他 只是因為我知道他在哪 所以我就不開了 又 因為他有兩個可以辨識的方法 一個就是他固定只會長在那個位置 他雖然畫了16格 但是他永遠怪 第一隻都會在那邊 所以我根本不用開眼 我就知道人在哪 所以你會看起來我像在打空氣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算他招了另外一隻 我只要用技能去看說 哪一個格子會跳出那個技能攻擊判斷 我也就知道人在哪 他做的那個行為是合理的 因為本來如果你不開眼 你就像別人看你就像是在打空氣 所以我可以理解這個設定 只是 只是 不懂的人 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就會覺得 你在幹嘛 你怎麼在跟空氣打架 這還蠻合理的 還有了 巨靈陣大 剛好 然後我要修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修欸 巨靈陣 我這次終於搞出來了 因為他現在這個靈氣是跟那個什麼有關的 為什麼他正法裡面都沒有 還是直接選了就有 看一下喔 不行欸 正法 有了 誒 化斧也跑出來了 正鬼斧 斧子 副材料 當前有 副材料 副材料 我知道這叫什麼了 應該是狗血才對吧 等一下 劇 古書 辣椒 這是怎麼鬼啊 黑狗血吧 他是不是可以拿一些 欸不對 畫斧是豬殺吧 畫斧的是那個 也是這個豬吧 我不知道剪字到底叫什麼 也是銅殺 應該不是吧 畫斧那個 是要毛筆 我買一隻毛筆好了 看看喔 畫斧 剪材料 他有血嗎 因為我知道 符子的下一個 剪材料 應該就是要有那個水吧 所以應該是 他那個應該 紅蟹 末斗 對 黃斧 欸不是豬殺嗎 那邊有豬殺嗎 這邊有豬殺嗎 看一下喔 金殺 我買一個銅殺看看好了 豬殺沒錯啦 只是那個豬不是那個豬而已 欸 我把錢都花掉了 2600 好貴喔 真的是豬殺 好貴喔 一個符子 然後 簡易 畫符 由於存在分辨率的bug 導入畫符 這個我之前有畫過的好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 了不起的修憲一個吧 完成 變單失敗 混蛋 掉我的錢 聚靈陣 這什麼 正常可以通過 二路正法 賬 製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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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修憲齒 321這在幹嘛 蛤 速讀喔 等一下 這要 欸 你認真的嗎 等一下 啊你這個時間太短了 幸好我速度還有點理解 真的是速度太累了吧 所以我這樣到底有沒有吸的啊 我看一下喔 啊他是大型陣伐齁 我買了一個廢技 因為房間是小的 所以 等一下我看看 他那個 因為他這個好像跟他反劍的打球有關係 但他這邊才會一起打 所以我買了一個超級爛的技能 回來了 說真的 移車 他說他需要偽造的字畫 然後他說以40去收 然後他這邊賣的就是 新的 好像可以把我打到給他 就是 這有一些很特殊的 什麼陰陽拳啊巨龍草 這麼特殊的 這個 加拿來賣也是 也是怕 如果賣一個2000 我決定了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 成長不了到後期 這些東西留著根本沒有意義 所以我打算 不想留了 就直接賣掉吧 我要錢 我要錢 所以我決定 決定去把 我要換一間大間的房屋 要搬家 所以我要現在去這個 我要去把這個 所有的 所有地點的 那個 日圓都把它挖走 然後拿去買錢 然後換一間舒服的 房間這樣子 看一下有沒有別的 這個好像挖一次就沒了 好 滿了 這張太多東西了 那背包真的小到 真的會讓人家吐血 我要去搬到那個 高級住宅 先把那個 東西存進去吧 因為他現在 現在我的 如果以我的根骨去修煉 我至少要練一年才會完成 可是 依照他這個 每天才加靈氣 才這麼一咪咪 根本就來不及我練 所以 不乾脆 直接那個好了 直接 想辦法買一間高級的住房 然後把正擺進去 這樣 加了速度才快 所以 他現在這邊竟然已經開始跑出來一些東西 的話 直接往這邊 去採集好了 這是什麼 拳啊 段外扣體力 好像實際上不會扣 真正扣的是你在 那個車程的移動 他有排名會 看一下好了 汽車 進入 忘記密碼了 暗讀 備忘錄 這是什麼 還有密碼 讀書館 登經 他說你可以 閱讀 請精神 但你可以獲讀 不能獲得幹的道具 什麼意思 獲得120%金 但你不能除 不知道是什麼 動物園是幹嘛 動物 沒有動物啊 植物也沒有植物 讚我 這不是重點 我來這邊是 要先休息 給體力 我要現在去把整整個 現在靈氣都在爆發點 全部都把它 偷回來 不是偷回來 是全部都把它 給走 我是不是選到 用步行去 沒有車子 或者說大地鐵 我計算真的要再快一點 真的是 等到會返照 這邊 汽車 他為什麼會 他其實都有在更新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做 我覺得做這麼久的原因 會覺得好像都沒有太大的進步 就是從我一直在觀察的感覺 功能沒有一直在加開 那是因為他們 那是因為他們其實還有在做另外一款遊戲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 這個真的是很尷尬 就是 等一下 其實現在有些 就是小製作的團隊 這只是我自己觀察 沒有一個絕對的重點 只是我覺得 現在有些小團隊他發現 他做了一個A的 搶線獨立的遊戲 就是獨立遊戲 他在搶線體驗 可是他發現這個 大家評價可能往下掉 或是覺得沒有買錯之後 他就開始準備做另外一款 但是他也會兼顧這個 只是他的頻率就會有點不太穩定 他之前也做了另外一款 就是這個遊戲的製作商 他有做另外一款 但是他那邊的頻率就變慢 然後他現在比較常更新的是這個 所以 但是我為什麼會突然講這件事的原因 是因為 我好像有在別的遊戲也看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 這是現在 這次只是我 好像有在稍微留意到的狀況 但沒有絕對的根據 異星距離這什麼 買一場點 買一場路 可以買東西耶 就是有 我有看到類似這樣感覺的狀況 但是這不是一個 那我會提這件事的時候就是 以後如果你真的覺得 那個不確定這個 那個 他們的 就是更新頻率怎麼樣 你其實有時候可以從他的那個 他沒有其他同類款的遊戲 然後也在搶先體驗去看出來 就是如果你要分辨 分辨一款就是 開發上有沒有 能投入在這一款上面的時候 可以從他的 其他遊戲上面去 去推斷出來 這樣 因為我突然講這件事是因為 我也是 留意到 現在有一些 就是比較小的 獨立 遊戲製作 他們都 好像有 在 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 他身上 聖劍好幾個 沒有好幾個 就是會有 第二個 搶線體驗的遊戲 然後你就可以當作是一個 進步 所以我在猜 雖然他這一款更新很勤勞 不過要是 要是他哪一天 在做第三款 這一款應該就被他放棄了吧 好菜 應該沒有體力了 這個 我等一下回去賣賣 我就可以有五十幾萬 然後就可以 房間比較大的 這好像說一個方法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在玩之前 我有稍微看一下 已經有玩了 新的 但是說先放好幾個年 好幾月吧 然後去採礦賣賣 你就可以致富了 就是賣礦石 因為他有點像是 很熟之後的 世界變化 然後你就可以採礦去賺錢 然後他有說那個 其實秘籍修練什麼都不重要 就是他有說什麼 有一招一定要學到 就大概就畢業了 我看看 這個我想的修憲的感覺 有點不太 好像太腳踏實地了 反而有點可怕 而且他現在事件真的蠻少的 這件事好像一直被詬病 現在目前看起來真的沒有很多 他會死亡 這樣真的會死亡 如果你的汽血也沒 就真的game over 我看到有人坐火車然後死掉了 然後他就錄給負評 我真的覺得 喔靠 他說坐火車被撞死還怎麼樣 然後你就角色就死了 意思就是不要坐火車 但是坐汽車有可能被撞死 這個 礦洞該不會是這個吧 看看 400塊 水晶 真的來挖礦比較快 我要乾脆不收藥來賺錢 好了 等一下 挖礦真的比較快一點 我先看能不能去別的地方賣東西 用錢的力量堆出你的房間 房間就自然會帶動你的 帶動你的那個 可是他要購買一定要 然後 很真是在房子內 所以我要搬到這附近才有可能賣 所以我要搬到這附近才有可能賣 我現在預計身上再賣出去大概有二十 有五十幾萬的 大概至少有六七十萬的 的身價 應該是 因為他這個 這個採集起來的就是 五顆就是五萬 他這個體力不足 至少要有 這邊休息 休息 天王 然後聽說他有些禁字 如果你打了會沒辦法存檔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他會有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不能打字 他們常用的一些禁字 然後如果你 你打那個字啊 因為他可能被列為禁字 所以你就命名之後 你可能就會卡住不能存檔 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真的哪一家 因為他其實就很 如果你之後可以抓到寵物啊 這樣就可以餵他 但是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也是蠻尷尬的 好我要來 來 刷一波 管他 直接買了 交易 把我身上 要先 要先卸貨 他抓不到身上的 卸貨 但他的設定還蠻單純的 就是 白色是 雖然有變化 但是 好像 這種都是 一萬起跳的 所以如果要是 比如說我現在賣給他 這樣就有60萬了 你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對面自稱是 拍賣行的推廣客服 並介紹他們 拍賣行的訊息 他說 先生你好 我是天地拍賣行的客服 是 業內第一個網上拍賣組 應該是因為我錢超過了 監獄的良好的消費紀錄 特別邀請你成為 拍賣行的 第1086 1086位會員 稍微將入會訊息發來的列表 感謝你的接聽 拍賣行帳號 他說首次入會保證金 一萬塊 一次入會終身 然後恭喜你 我現在為你開通我的拍賣行的密碼 叫做 541341368 還得記這個密碼 因為應該是我身上賺到一定的錢 所解鎖的 等一下這邊就有解鎖了 登錄 在線拍賣 在線拍賣 你的出價 這個 在線拍賣不知道是 靈權喔 這也可以賣 我把靈權賣一賣 這在線拍賣 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在線 還是一個假的在線 還有東西可以賣 我順便賣好了 三階的 這個賣賣也好幾萬 賣了賣了 這個比較好 然後我要看房子 地址 這邊是 它都好幾百萬的 至少看有沒有比較大別院的吧 七十一萬有中型套房 然後 不行 還不夠快 所以我賺得太慢了 我要再去 發一波 因為我至少要買到大的 我的陣才開得下去啊 這個是 先看一下 209 要到這個層級吧 四四一聽 等一下 有書籍 這是我 書籍有人 然後它這個也是 它答體還要 它是真的在考你的 就是有人詬病的問題 就是 好 讀這個還得要 就是 它這個概念有點像是 泰伍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好像是那個機制吧 就是你先讀五階的 你就是 泰伍的設計我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是 它有 高等秘籍 然後如果你先讀 後半的 秘籍之後 你在往前讀的時候 它那個 那叫什麼 升級經驗值會 會 會 比較快一點 我有點忘了是不是這樣 那它這個機制也一樣 就是你可以先去找一本 是圖書館的書 你把它 讀完之後 可是你要把它完成 然後它就會跟你講說 你前面的技能 所需要的經驗值會 會縮減這樣 可是 因為它這個 這個機制就是 它真的搞你的事 真的是 把整個教科書搬來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玩遊戲 還得要 就是要 打體這樣 這個功能真的是蠻有 它做的很有 很有深度 可是 大概 大概能接受的 我覺得 應該沒有很多吧 我看一下下降電影有沒有比較快一點好了 因為已經散了嘛 34 34還是9耶 這根本無關那個 這根本無關那個啊 這個 這個 這等級 我感覺它一定要我先去讀書 才回頭學會比較快 不然我試看看別的好了 不過它現在進度是48嗎 我假設 我先下一天好了 然後把我 譬如說 29 把那個什麼 無影生法練完 它這個也可以閱讀耶 就是 如果你不想打體的話 試看看好了 套體力喔 究竟一定要套體力 好像只能練這個耶 那就是 這就是這個好了 就這樣吧 然後 真假 這個真的沒有耶 為什麼 添加活動 固執 這個功能突然好像出bug 壞掉了 只能用手動吧 這樣念看看 加速 加速 但是 雖然學的這本沒有意義 因為它加的是道法 我應該去找的是 冰法的才對 突然想到 對 突然想到 這個好像一大安排就不能 取消了吧 對 就讓它跑吧 等一下 等一下那個拍賣行 我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說拍賣行是在 那個 好像是1號的時候吧 等一下算算時間去看一下 那個拍賣行的感覺 嗯 出幾 經驗值 51 70 就是它的完成度 這個還真的蠻久的 這個好像感覺 這個沒有影響 這個沒有影響 看一下喔 拍賣行 他說1到7號吧 一天一場 所以我要算到7號的時間 去看一下那個 設計的怎麼樣 倒數 就已經不能練了嗎 這個好了 然後 一天 想去看拍賣行 是被強制中斷了 我被強制中斷了 為什麼 是有事件嗎 那算了 登錄 它是提交拍賣 1到7號的開始 開啟 不然我賣這個好了 不然你可以知道拍賣的後果 嗯 代線拍賣 不是1號嗎 等一下我再試看看好了 我先 有點超慢的 開賣行 你看 正在登錄 呵呵呵 為什麼 等一下 有誤會它的說法嗎 啊不是啊 原來是這樣喔 呵呵 看它上面啦 不錯了 今日已超過 呵呵 要進去就不能 就出來了 就沒了 再一次有這個金康 第一個拍賣物 屋極魂魄 神秘人 全部都只有神秘人XXX 壓軸商品 進入拍賣環 這什麼 這個全是1萬塊 所以我突然想到 當初應該 來這邊賣的齁 呵呵 還比較多錢耶 好像大概只 它20%利潤吧 這個那麼貴喔 又很快 這個石頭40幾萬 雷石 它可以賣到50幾萬 喔 等一下我去看另外一側 滅明珠 它這個感覺就是電子出價 所以有點 有點 沒有那個Fu 呵呵 裡面只有我 它這個是 出價 截止日 飲食 它那時候那個石頭 不是說賣了那個 9月5號 我要洗錢了 我要試看看行不行 所以要開始存檔 因為那個雷石剛剛不是有那個 是賣了50幾萬嗎 欸是哪一個啊 是星雲石嗎 我覺得兩個都差不多吧 然後它現在評估價錢 所以我有錢嗎 先拉40萬 然後9月5號嗎 再等一天 再等一天 被出那個 欸 我現在是哪一個啊 這是我吧 9月5號嗎 還可以來得及上架 9月5號 1到7號 有沒有中啊 他說拍賣失敗了 他說我拍得了 知道耶 後來突然自己 時間到就開始回復了 大概要4、5年吧 大概要4、5年吧 有點忘了 3年吧 喔我這個成功了 所以我寄以託 金雲石 暴劇拍賣一次 一個月一次 喔Fuck 還要一個月一次喔 這也太鳥了吧 一個月一次 那我就是 去練 他應該是3年的時間 3到4年吧 然後 神有點像是 你在練 就自己想辦法看得到 什麼 打發時間這樣 魯包後面就有點問號了 那個妖怪我已經清掉了 可是魯包為什麼還沒 觸發後續的 魯包 因為他這裡真的沒有任務 目標可以看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現在是卡在哪 我已經在 就自己摸索了 大概90% 都是自己在摸索的 那一個月只能拍賣一個道具 所以我必須要等到下個月 那一個月只能拍賣一個道具 所以我必須要等到下個月 情意提升 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 他要中途把我斷掉了 為什麼 中途天還沒到啊 老是修到一半就 就把我那個 中斷 來了吧 有了 要來賺錢 這個其實這樣賺 大概價差才20幾萬 欸20 這我10萬塊吧 他這個有壓軸 這個看起來都是固定的項目 我直接等結果好了 我現在34萬嗎 我現在 我那樣賺錢速度還是太慢 不然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自己去挖礦石 我先找到哪邊有礦點去挖好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用 該不會流標了吧 沒有拿到錢 所以他 他這個到底怎麼算的 等一下他打算自己去挖礦 挖那個高等礦 找到那個點 嗯 這怎麼都沒有自己給我那個 還是他要等結算啊 不然我自己等到結算好了 太久了 好 拍賣日程 我直接用快速的 方法好了 嗯 又中斷了 那我的錢呢 等一下我的錢呢 那我就這樣被吃掉了喔 等一下 到底是 流標 我拍賣的東西的錢就道具不見 然後也沒有退完東西給我 那個拍賣有問題吧 我東西還不退 還不吐出來 這太靠肥了吧 還是在倉庫 有這個喔 沒有啊 沒有啊 有顯示目前還在近拍 真的啊 我沒看到 目前還在近拍沒有啊 也做這個吧 真的嗎 他把他設定在這喔 嗯 是這個吧 有這個吧 在線拍嗎 對啊 他把他設定在這 然後又同樣的架 我覺得 好吧 那根本沒有 算了 我去挖礦好了 挖礦時間到啊 因為他這個是會慢慢把點露出來 這樣我知道啊 我也是從這邊買來的啊 商品礦洞 我來這邊挖礦了 才複製喔 才複製喔 單品不知道 單品喔 單品可能不夠 他那個圈啊 我在猜啦 大概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靈氣的大小 檢況中 雷石 為什麼那雷石 剛剛賣的快五十幾萬 真的是來挖礦 算最快 那個 我真的覺得挖礦就好了 穩了 錢不是問題啊 真的是挖礦 因為那個是爽挖的 就是 我在那邊挖一趟就有穩了 我要住豪宅 不是 是不可能 他賣掉了 我知道了 因為他這邊固定就拿這些啊 所以我 我像挖 挖一塊 都動不動五十幾萬的 這個你在那邊丟太慢了啦 賣現成的 那個誰 那個誰 手機打過來 直接他丟那個雲甲買了 我賣確實有 可是太慢了 他說你在森林採礦時 突然一個男子從聖眼跑出來 也向邀赫喔 你在做什麼 把採礦證給我 我只要告你 非法採礦 賄賂他 他說這個袋子石頭 我可沒有沒收 多虧 我不告發你 要是別人那麼 別人就不會那麼好心了 下次採礦的時候 要接著通通交給我 然後我就把他打了一頓說 大哥別打 我有點無尊 你是有合法的蛙 他說 你的蛙都是你的 地緣好 對大哥 我是一個玉石販子 平時就是負責的 找到珠寶貨源 收到小道消息 有一個欠的總是在野外 我的時候 都會找到寶石 便跟著你過來看看 希望你跟他合作 收工你吃他的寶石 他說 那是一種販子的手段 只想壓低價格 但是見到大哥的能力之後 我相信跟你合作 但是價錢公開 這是我聯絡的方式 騙打 已經滿了 超多的 挖一趟就夠了 怎麼又來了 為什麼同一個字件 我看了N字 是他的大哥 A跟小弟B嗎 剛揍完 就馬上又一個人跑過來 是欠揍嗎 一直打 一直揍 所以其實用揍就好 你來幾個我就揍幾個 趕快回來了 看一下他剛剛那個到底是誰 天師哪也可以跟我們下載玩 就是那個啊 不定啊 只是你用繁體打找不到 你要打天就好了 然後他找到絲 因為絲是簡體的 絕對要買嗎 這叫天師啊 只是絲是簡體的絲啊 你真的要買嗎 因為他這個有很能彩的耶 我玩只是 我盡量就是讓 講 這是玩的好像很好玩 但其實 其實蠻多問題 他說上次是我冒犯 所以不打不相似 你可以把珠寶賣給我 珠寶 可以先加入 我礦物在哪裡啊 他要先放進來 因為他其實他問題很多啊 我真的坦白說 就是一些感覺 只是 盡量 我想說 這就看怎麼玩 這已經 所以 我已經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已經在隨便亂跑了 收購玉石 這個只是收小價錢 道具礦 礦是四五階吧 還是材料 他都原價收啊 沒差 反正 我現在要致富了 我要衝一波了 誰都不可以獨自我成為百萬富翁 錢好像沒那麼多耶 各十百千萬 四萬百萬 他錢沒那麼多啦 可惡 窮 換另外一個 二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那這個也比較有錢 不行啊 要找一個高檔的啊 都這麼窮 錢滾滾而來 可是 可是這樣 這樣到底 這樣到底前面的心血 到底在中三小 這是我這 反應人生 那個 他那個是 無窮無盡的 台積耶 就是 無窮無盡的台積 這樣會有六百萬了 換豪宅了 他有一千萬耶 他最高是一千萬 看一下 可是他這個四四一廳 四四一廳 所以他這個 那六四一廳不是比較好嗎 等一下 可是 他這個 因為房間是看他的 他的 他的 他的一四嘛 所以 應該是前面那個 他聽 欸 等一下 這很好賺啊 這應該跟那個沒關係吧 只是位置而已吧 但實際上還是得看他的大小 所以如果 要看的話 蘇州 六四 或是這個 內蒙 蘇州 沒有 他的地 就這樣而已 就是 我覺得搬到這邊都無所謂啊 再總比這邊好啊 我跟你講 怎麼換都比這邊還好 這邊這個位置已經 已經是 超級遠的耶 這邊吧 他這有賣 我看看 這應該是指搜這邊有城 有那個 nice 他這個 這個有個房子是指搜有在賣 有勒 小型別墅 這邊比較乾脆啦 這都小型別墅耶 皇家別院 黃家別院 好像都是六四 這邊 他這邊有寫啊 他應該是這樣啊 他這邊買 可能只是把這邊換成是 那個 你把這個住宅換成另外一個 所以我應該是要換地點去買 先看一下 所以我要找的六四的話 黃家別院 黃家別院 黃家別院都是六四 因為要看他的名字吧 黃家別院 六萬塊應該夠吧 我要去搬去 我要把那個 六百萬應該夠啦 直接搬到這個礦區吧 這邊 他最近的好像是 我們加別院這邊吧 這邊看看好了 火車不會被撞死吧 算了 因為我看到有人帶火車撞死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還假 要我在動嗎 他現在畫面整個 他有了 目前最近只有這一個 六四 一開始 還是 二十百 千萬 三百萬 可以 看一下喔 進入 喔 好大喔 給我試一聽耶 戶帶別院耶 院子耶 大型政法 巨靈政 要怎麼按啊 消耗法力跟正旗 啊這個還要正旗喔 上我們Google 正旗 這樣 正旗 他是簡字對不對 我看一下 欸 房間 旗子可能是 是繁體的 被打出來 我試看看好了 這包沒有耶 喂 然後 12個都買 他是12塊 這便宜多買幾個 那我就可以開陣了 我發現一個問題 我法力不夠啊 因為 這怎麼那麼麻煩啊 他那個 看起來不是我現在可以開的 真的是 算了 他決定去那個 去挖礦 挖礦時間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 這有問題吧 我體力不足啊 那既然都已經這麼財富自由 還需要多邀嗎 我覺得我都可以過下半輩子的生活啊 他這個是唯一 就是賺錢的手段 就是 我看別人說這個真的是最快 真的非常的快 喔 四十幾萬的 這樣喔 然後再回去 因為我像是有兩個房間對不對 真的耶 他其實是 他其實是好幾個房間在 那個 你可以買好幾個點這樣 就是你可以把你整個地點都買下來 你想住哪裡就住哪裡這樣 電話 交易 這個沒有用啊 等一下 他沒有錢了 那我該怎麼辦啊 雖然洗了一筆錢 但是 那只能賣上那個拍賣場 他真的沒錢了 他完全不會補貨耶 剛剛被我賣倒了 等一下我要先把他 再上拍賣還可以啊 他說他一個月的賣一個 有錢想要脫手也是一個 一個這麼難的事嗎 沒有啊 嗯 不確定 因為他其實要去找 因為那時候沒有錢 我也沒辦法 就是那麼多的 去考慮這件事情 他也許有了吧 已經整個自由了 先把這個房間升一升吧 大廳 他真的沒有寫說價錢是多少 他是直接扣的 他說先生大廳 畫幅房 練氣房 練單房 還有怎麼那麼多啊 還有什麼 長妖閣 練工房 這個什麼靜心 心法修練經驗指甲 這個才要的啊 喔 狂劍耶 誰 像我這樣 建這個房間之後 我就可以心法練快一點吧 還可以拆 還可以拆 這個是不是重疊了啊 練工房 沒有 他蓋好了 這個心法修練速度增加 小鎮法 小鎮法 就是 他那個功德就是要從小鎮法 像這個 自運證可以小的 學了 修一下 等一下 點太爽了 可以修小的 好 2 3 4 4 5 6 6 6 4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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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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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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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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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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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我都買一個好了 都買 邊什麼都買這樣 研磨器該不會是這個吧 我嚴重懷疑 不然等一下去外面的商店 繞一繞吧 這樣真的沒有欸 我要去 去雜貨鋪買 拿射 這個箱到底有沒有用啊 箱箱 有了箱 它箱是抓 等一下 它箱是抓倉庫的 只有身上法不抓 真的是很有事 我去那個 去那個雜貨鋪吧 打貨鋪四節可以啊 錦身符 柯盤器 這個是 對 這個是正法要用的 可是它沒有賣 看來 看去大一點的喔 沒有正起 所以我把它東缺西缺 缺了好幾個 鎖支架 合金戰靴 合金頭盔 都買 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 然後裝一下 那是布具喔 都一樣 書店是那個 書店是 有點 怎麼解釋啊 那就是你先看 把那個書讀完之後 就會有 它會跟你講說幾階以下的 比如說 就是可以學會這樣 就是可以消耗比較少經驗值 可是重點是 它那個 你不會想要讀的 你只會用時間去學 因為那個讀 是真的考你一大堆 就像 嗯 就是會問你一堆 很多奇怪的 那個 的內容 直接試一次比較快 直接先回去 對啊 那個功能其實 是 那到底回去了沒 好像 這個 欸不對啊 先把東西卸一下 他就這個啊 那就是 你可以 答題 他就是問你啊 他真的問你那個 書本裡上的內容 就是自己答題 答對的話 完成度會加比較快 你也可以用經驗值去練 不過那個等於就是浪費很多時間在學 讀書的用途就是讓你其他會學快一點 對 A4帳號卡 這什麼 買一下 我突然發現 A4帳號卡 欸 是直接解鎖嗎 我是賣它還是買 我是買吧 所以怎麼會沒有東西 看一下 咦 倉庫 他好像分類在其他地方 使用A4解鎖 那是密碼 這個密碼是多少啊 等一下 有欸 他有血 他有血 欸 他打錯了 他有一瓶的妖怪的位置 這個可以買一下 然後 看起來有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 這是槍吧 FN57 P2000 這是沒有子彈 沒有子彈 這還蠻有趣的啊 呵呵 但是沒有子彈 欸 那我的棋子 等一下 正奇還是沒有找到 在哪邊獲得 他的資訊真的 那資訊真的 這個人靠自己去 就是摸索吧 他裝備又存進去 裝備 手套 偏三缺點 可是那個應該只是合成的道具啊 蛤 蛤 買也無所欸 只有只是那個 台積的而已 重點是 我要找的東西沒有找到 空間 現在心法會練比較快啊 所以我應該可以 等一下可以練快一點 現在趕快把它 摸上去之後 我的心法就會快很多 正奇喔 正奇 誒 啊 我懂了 看你要插在哪裡啊 這個 等一下 可以 這樣嗎 可是還是沒有上面那個啊 畢想天開 然後這個也還沒開 練氣 所以我換了個房間 等級是繼承的 因為他好像是同步的吧 所以 我剛剛有買一個 妖的那個 資訊吧 一瓶妖 他算是情報吧 使用查閱 這邊啊 一瓶妖 在這欸 一級 一級是有什麼用 兩千塊嗎 一隻 開個火車去把它撞 正奇啊 他可能在某一個商店裡面吧 應該是在市集裡面 有可能可以買到 我猜 就是 要運氣剛好 可能剛好撞到 如果 靠自己 就是 用買的話 他這個就是 如果你有倒數 可以用開眼 咦 然後就看到他了 我忘了帶那個抓的 算了 然後用開眼就是 主動的攻擊技能 他是不是沒有聲音啊 我買了兩千塊找一隻 然後刷了一個功德 我去看一下昆仑的 這個潛艇點水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藏物 地運價 他是埋葬什麼東西耶 可是我要買誰啊 賜賜 賜賜 回來回去好了 因為其實你錢現在的用途 已經 已經真的自由了 你把 但因為錢通常都是 為了買東西 然後主要是房子 但重點是 現在已經不需要 為什麼我現在都不能坐車 對 祝賬 他應該是要把那個什麼吧 你找到的 他一開始有說 如果你做很好的 如果是 度化他的話 應該是指說你抓到藥物吧 然後你把他度化之後 在這邊 把他埋了 也許 功德會加比較多 類似這樣 不太好 他的移動中真的也太久了 再去市集找看看好了 廟宇 市集其實沒有很多 很多建 國書館 書店 茶社 有市集的地方都去 好 其實特別查的喔 合成 可是 好像就是 其實加什麼吧 玉石 集製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那個沒有跑出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鍊氣 的功能沒有大 嗯 是忘了拿一個步驟喔 我想一下 有一種可能吧 我猜 就是那個 叫他自己做啊 但是他是透過鍊氣的 總不可能又是 塞到那個微波爐 只是 鍊氣的那個功能 我是按一下 也蠻納悶的 不會要配方吧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他是按的 所以我才很納悶 嗯 嗯 上Google 上黑市Google 欸 做完了喔 快喔 他有那麼好賣嗎 不要騙人了 不然上拍賣看 在線拍賣 來 煙氣喔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更那個要有道具 只不知道哪一個 因為 微波爐會開 會有微波爐 才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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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流水 製作啊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 跟道具有關 算了 先 先 先升房子好了 這還沒完全升完 煉氣間明明就已經打開了 為什麼還是 沒有 我看一下我現在修煉心法要多久 1 2 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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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樣才3喔 那修煉心法真的好慢喔 直接 快進好了 好了 然後我再把那個 升級 升級 先升級大廳 升級 欸這個不能 都要大廳欸 提示喔 A4再去看一下好了 A4是目前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子彈 百科 等一下 怎麼那麼少啊 他的東西 他說每 每月的一日更新喔 確實 去安排 反正他應該是取得某個特定的東西自然就會獲得 應該是這樣沒錯 會解鎖 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因為我的書籍就是看書之後解鎖 我的正法就是因為獲得正法之後才解鎖 如果有練器需要的話 該不會真的是配方吧 有哪一個是神甲 這都單啊 我知道了可能要先有圖子才可能會解鎖 所以我要想辦法先搞到圖子才對 去拍賣場看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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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子喔黑符 花山弄是怎麼 我要拿到設計圖才可能解鎖 我覺得 現在的話 我要等下個月的拍賣 本來就是 我看一下那個功德的那個有沒有出吧 他裡面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錢解決 但是最難的就是 那個功德的那個一定要想辦法去 去打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就是怪啦 一直打怪才有可能 他有可能獲得這樣 坊間 15刷 好 只要再浪費時間了 啊不對不能這樣 好直接快進 等到下一次的拍賣場 都會有再買 那個計算真的非常的卡 而且他是 他好像越後面越嚴重 我覺得一開始我的拍賣還蠻單純的 然後是蠻快的 好 好再過一天 看看黑四先看 唉唷單爐 我有單爐 就是 那也有沒有買 這是 石物 石頭 這個我已經有 這個自己去挖就有了 不然我買一個好了 也許插一個礦就可以 然後這邊沒了 實在有哪一項 工具喔 這也可以啊 買都買 幫我拍賣場 石服 石服 這個沒有 我知道 只是 只是 重點是 等一下喔 重點是為什麼我的 就是 沒開 看看 用倉庫的那個工具 書籍情報 我剛才有買一個炎魔的 為什麼會不見 看一下喔 研磨 研磨器喔 沒有買 難道是真的沒有買到那個 所以沒有接觸 有啊我有研磨器用於合成啊 為什麼 怎麼會是在這邊 等一下 原來是 原來是 是要這樣 看看 真的是 這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他欠缺一個合理的 那個 教程吧 是這樣嗎 然後 鼻子 對啊 可是為什麼沒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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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目見 右邊是配方 喔 但合不出來 覺得 試看看另外一個 試看看另外一個 我想一想喔 剛剛是 眼膜是在 這個 然後這樣 這個 這個就對了 所以他就搞出來了 他就搞出來了 可是為什麼 看看旗幟 他這個只要配方有就可以合成了 所以我看看 難道是因為太高檔嗎 不然就是那個不是這樣合 不是用這邊的合 不是用這邊的合吧 不然每一個都丟到 這個就可以三平 可以啦 他 他說氣血淨絲 但巧合 中精通打通了 翻出新的氣血以 氣血保留 好 哈哈哈哈 心脈打通 玉石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合不出來 差點死掉 差點隔屁 那個配方應該是他們是 就是自己試出來 不然就自己把它拆檔出來看 可是至少我有合出來 所以應該可以繼續合 只是那個血 巧 看看 倉庫 都成 都用鑽石 然後 好可以了可以了 大型法陣 可是我法力不夠 所以我得用小法陣 喔 正旗乘2 先選一間吧 應該是 靜心房 所以屬性正旗也不行喔 等一下 他要的叫做正旗不叫做 旗子 手擠靈器有嗎 你看看 工具 他算是哪一類喔 他分類真的太多了 我看看 旗子 正旗 有嗎 戰鬥使用於步法 我做出來 但是 他不是合成用的 啊 他可能是要低頻接的吧 不然我再 等一下 我和低頻 他可能太高檔 不知道 把他放在我身上看看 可能是因為 他判定是要在身上吧 他算 我把他拿出來 我至少先拿 拿兩個就好了 喔 要選哪 看要用什麼 有了 有了 終於 對 我看他一天加多少 他又是加0.2 然後法力差一點 我就是可能 想辦法趕快衝上去吧 所以現在能做的事情真的有限 新法 那真的練超慢的 他已經7級了 所以我要想辦法買出新法的秘籍 可能光練這個也不行 要再練另外一個 練單 繼續練嗎 繼續練啦 不然怎麼辦呢 好 基本上他好像 以前有了之後啊 你要合出來好像也 像幾乎這些都合得出來吧 剩下有些人家特殊 我和那個什麼棺材好了 我去抓那個 去抓一隻怪看看 棺材 合成 我看看 可以放 他有一個 應該是指 這個吧 容器 這個 好 但因為他的 合法蠻單純的 就是看你用什麼東西去合 應該是吧 這樣 法力不夠 無法吹動 這個是沒辦法合 好像不是這樣合 有啊 會被 棺材 啊 有啦 搞錯了啊 等一下 我在看 你看 方式 屠殺桃木水晶 搞錯了 現成不能再改 屠殺 好一點的話 最好是水晶 水晶是 還行的 紫晶 新喔 新允 高檔貨 找不出來 等一下喔 錯錯 147明鐵 我剛好少那個 我再去挖礦好了不行 盾不夠用啊 礦區 喔 沙子沒辦法 但是礦10類的話 清明礦是 清明棺材是最好用的 先去挖吧 可以了可以了 已經找到幾個了 有紫晶殺 把雷石丟掉好了 剛好可以 來回走 然後 合成時間到了啊 先把東西卸貨吧 夾抓一隻寵物來玩看看 現在要幹嘛 倉庫 然後 重點是 他這個什麼都沒 沒教 都靠自己摸索 真的是 真的蠻勸退的 如果你沒有去特別去找的話 很可怕 我現在有可以先做一個比較基本款的 這個是 多做幾個 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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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麻腦 這個也不行 他就用那個最好的吧 幸運 架 好加這個 這放的順序有差嗎 不會那麼扯吧 可是我感覺好像做不出來 可是這不是棋子 我現在在做棺材 我真的做不出棺材 等一下 我想做好一點的棺材 去抓那個 最簡單的 水晶加朱殺 我知道他上面做也是做不出來 那再降等一次 做 我做一個最最基本的 等一下 他沒有木頭嗎 我在懷疑是不是 因為我的製作能力不夠強 所以沒辦法做出來 可是等一下 製作台我有做吧 變工房 不成是因為沒有做製作房 可能跟數量有關 有可能 先試看看 正常先做出一個 因為我現在有桃木 桃木 在哪裡 他應該算是 他分類真的很寬 桃木加朱殺 他這個 這就可以了 水晶加朱殺 我先看他正常的配方是要多少 個棺材好了 二二嘛 所以 啊有可能 沒有水晶沒有 好 要這麼多? 那它那個量要這麼多 太誇張了吧 先試看看好了 如果真的按照這樣講的話 水...金...有啦我這次買了很多啦 水晶 然後再加哈 加這個什麼 菩薩 咦?為什麼拖不上去? 嗯? 為什麼拖不上去?這是BUG嗎? 等一下喔 有了 水晶要兩個才合得出來 二階喔?對殭屍具有壓制 封印的效果 我要去找一隻去黑市看有沒有那個 那個...哇!他都賣完了 因為他這妖怪都得... 咦? 走木了? 錯了這麼久才一個任務 我真的是... 歲月都過一大把了 他才跑出來一個任務 這實在太早了啦 普通人一般會用渣子人來守木 未有錢人會用活人守木 一個富商老趙家人出白事了 由於發生很多詭異的事件 故在下木的這一天 花重驚情來守木一周 死人是老趙的兒子 據說在家附近登山 從山下摔進... 摔下來掉進的陰溝裡 抽救了 沿著山谷找一個多月 最後卻在山藥中找到了屍體 人們都覺得此事非常詭異 拿不成屍體還會飛不成 那我要帶那個啊 那個收服的 呵呵 殭屍嘛 我懂 我要很小心不要... 我要很小心不要把他打死 這樣 要找一個... 從窗藥 從前... 這個也可以帶去玩啦 喔就這樣嗎 因為怕把他打死 所以我先從這張 呵呵 我想要抓一隻回來 喔... 立馬來抓妖 車子半路上拋錨卡在那邊 呵呵 無法到達的任務 我到了 前往 那我已經... 咦? 他到底來到死地的時候 一定是晚上 晚上 他說照叉叉 照叉叉 照叉叉 情緒有點低落 他還是 較為熱情的 接待了你 所以要帶到... 帶著你到他兒子的墓前 這墓在他家後山並不遠 你簡單觀察這個墓 墓碑都是玉子 如果你站在旁邊都能... 明顯的感覺到陰氣B了 然後尼鐵 聽到微弱的聰明聲從地底發出 為了防止監網出事 你打算... 他都不幹 因為他要逃墓資 我沒辦法吧 真的有喔 事件強制 他要逃墓 這慘明情況之後 在趙叉叉的同意下 開始佈置了 趙叉叉也留下來看看 然後玉子的墓碑突然晃動一下 一陣風吹過 墓碑竟然開始斷裂了 接著一個手從土裡鑽出來 屍體爬出來 竟然是趙叉叉 到底是哪個趙叉叉 他的屍體變成了行屍 最後發出了簽名的重生 屍體變相被人操縱 一般快速跑進森林 他的錢踩替人消災 你看到趙叉叉後 趙追上去了 而這個殭屍跑的方向正向著 他出事的山頭 英文鑄手 這是什麼 此山相比 兩邊山峰要來得多 且柳樹在東立山頭 褐陽閉日 巨陰在內 這連紫風只能吸吸陰氣 哪意思 這到底是誰在講話 此為龍極之地 一陰一陽對立 這座山里 說不定有不尋常之物 很快的 山珠黑木引起人 你與趙叉叉的 故意喔 其中一根上面 還有血喔 你猜那天老趙兒子就摔下來掉到這上面的 這用特殊手法 丟刻而成的柱子 叫定魂 或用是來鎮壓惡鬼的 或是防止失變 啟事 但是有一定的定魂 但是一旦有定魂裝鎮壓 此處比有大惡之鬼 根據裝的數量 也基本可以推斷出此鬼的凶惡程度 而這三豬 黑木剛好合成 陰陽 便宜的養火 正加於中壓 你發現兩根黑木已經斷裂了 最後一根黑木也情況不妙 上面一個 斧子已經黑化了 剩下的區域也開始滿滿突失的 地上有一棟 不斷有蟲子爬出 所以就是他兒子摔下來 把人家給他撞壞了 趙叉叉 不久之前剛好有外地人來 說是豬妖邪 不過我們沒人吸引的話 就沒有留意了 你聽完趙叉叉 叫趙叉叉離開 隨後剩你一個人 把最後一根木樁拔掉 順時木樁大開 天氣開始狂風大作 烏魚密布 一隻毛相擊的蟲變獅 跑出來了 一聲響亮的蟲鳴聲 從屍體發出 隨後照叉叉的屍體 蹦蹦跳跳出現 現在人齊了 那一手道具 他有多少小 這也差太多了吧 這個死定啊 這個強弱耶 你被擊敗 根本就不能打 他要嘛就是 第一個任務就這麼難 戰敗 我真的是無言了 他要嘛就沒任務 他要有任務就是這麼難 我到底要怎麼打 我真的是 氣 就是他真的一直沒有任務 然後唯一個任務五級 想說應該蠻簡單 結果去了之後 我靠五級強得要命 然後瞬間被秒殺 我真的是 天啊 那我現在其實也很尷尬 決定了 採用這個 還是照原定的計畫 就是 應該那支任務是需要才去解吧 但是現在也沒辦法 那就 依照原定的任務 看黑市有沒有 再等一下賣那個 那個鬼的情報 如果不行的話 去那個 正裡面抓好了 3月 欸沒有賣啦 沒有 那我去正那邊抓 這邊 我直接進去戰鬥 然後抓 抓 抓巧智來玩 問號 還沒看過問號事件 他說有一個巨大的石碑 被藤蔓覆蓋在壁上 因為可以看見雕像 清理一下石碑 他就毫無規律的古文字 和特殊符號 他說因為這個是毫無章節的符號 與古文字 更無法閱讀 這邊應該也有 等一下找一個可以戰鬥的 又是陷阱 四扣血 這我最後才有戰鬥 看是不是殭屍 血屍 血屍 血屍應該也是殭屍的一種吧 先看看 用出招 哇 他快死了 趁現在水晶關 又沒有目標 這不是殭屍嗎 蛤 你倒還要學什麼抓鬼術喔 爽氣 我覺得可能是要有抓鬼術之類的吧 要有辦法抓他 不然現在都打死他 對啊 因為他現在都是打死他 血力不足 我先過來好了 他這個感覺是一個 要把他整個探索完的 這個 戰鬥區域吧 他有好幾個點 迷宮入口 我看這次把他探 他好像是探索一個完 就有可能 是不是有大怪 開安神丹 嗯 就離開了喔 所以 3級 我剛剛5級就爆了 所以其實他的等級 我等一下如果稍微試一下 就可以知道他的強弱 我覺得他5級是指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 1級可能就是獵器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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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級就是 數級吧 然後3級就是禁彈 如果按照他 他剛剛那樣給我的感覺 所以 這個等下3級的副本 應該也是被打爆 看這個真的好久 等一下找看看 問號的事件 又來了 就是這個石頭 好 世界妖獸血 有的戰鬥看一下 國師 對阿 我的理解沒有錯阿 他 他真的是這樣阿 所以我等下又被打爆一次 我猜阿 好像格擋住 所以才沒事 哇 棺材可以用嗎 先看棺材能不能用 好木棺材沒有目標 Fuck 他是說戰鬥中有機率喔 所以變成我還要等機會打贏他 然後看能不能收進來 就是隨機的意思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你在幹嘛 火師回合他等下就要準備讓我跑 C血就格擋住了 我什麼時候運氣這麼好 你被打中可能就去了 招呼他吧 下一次要準備逃跑 蛤啊 抓到嗎 殭屍葵 殭屍牙 滅屍牙 他是有機率 然後我要一直想辦法 一直戰鬥戰鬥 然後這個只是可能卡在身上 看看 銀甲 有機率 這個應該算是越級打怪了吧 我覺得 我的血量都比他低很多 還是我 我的速度挺快的喔 遇空 飛行 可以判定為飛行狀態 這能力是幹嘛 會飛 就格擋了 會格擋應該是因為我 剛剛砸大錢 那個什麼裝備吧 所以我現在防禦非常的厚 這樣 應該是 我覺得我的理解沒有錯 這就是金錢的力量 我的物防已經 已經高到他可能無法打窗這樣 所以才會一直進入格擋 金錢之力 他準備逃了耶 來得及嗎 我還有 第一計畫 是我一標 有沒有抓到啊 他都抓不到 再打 那我抓他來玩吧 血都好多喔 他都是二階的啊 可以打啊 欸 他攻擊可以打地板耶 地板受到攻擊 然後 這也太白癡了吧 因為我剛剛想說 我點他 再點一次地板 地板都受到攻擊 地板好痛喔 太痛了 地板 這個 雖然他抓蟲是運氣運氣 但我現在擔心的是 可能是需要某個技能 好 這是戰鬥的資訊 我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有沒有挑資訊 去吧 功德啊 還是沒有 都抓不到啊 這是最後一抓 雙生鬼陰 疑惑 喔 完了完了完了 遇到高手了 好 這個比較強 等一下 這個 這個有點強過頭 是不是 他有沒有機會讓我跑吧 靈動不足法 跑跑死定了 三幾段打不了 殘命 他真的練很慢 那這樣我到底要怎麼變強 其實我研究老半天之後 我覺得唯一變強的可能就是 這個時間吧 就是 就是你放著他一直那樣練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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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一直重複練這一招 然後用時間去去跑就好 比如說我練就要五個月 類似像這樣 然後這整個五個月的時間就 就給他練這樣 我直接試看看 直接那個 那個 其實要五個月練是可以 可是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他的那個 毒檔真的太久了 像這個移動 光這個移動你就要等個20秒 因為他還在計算過去的那個過程 所以如果像我現在 我可以直接試一次 我現在專心練這個心法 然後我只要花三十天 三十一天這樣 他如果算的速度很快 這個功能是沒有問題 但是算太慢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計算這麼久 我在猜他應該是因為那個大地圖 有太多東西在運算 比如說每個城鎮要發展 然後那個颱風要走 所以他導致你每次在過回合的時候 都很卡這樣 這個有中途離開嗎 有了 有了 拍賣場 來不及了 黑色卡有沒有賣秘笈 可惜了 他那個真的板得太死了啦 他秘笈的來源全部都得靠功德換 然後功德的來源你就要打怪 然後每一隻怪大概只賺五到十 五到五而已吧 五到十 所以你就要算 還回算說你買一個的 的效益 有點太可怕 然後 我照看看整個場景上還有沒有特殊的建築 我還沒發現 像是那個 像是 書店嗎 書店好了 圖書館跟書店好像不太一樣 突然想起來了 圖館是學招式嗎 我去往這 我現在四處跑好了 去每個地方找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有 四集 先進去看看 四集賣的 好 這些都有了 研鎖 部分4件使用 買一下 然後 武館 武館是學招式的 但是他這個是比較武力型的 我看一下書店 大城一定有圖書館 紅色那個是一定有圖書館 然後圖書館 是我要的目標 我想要找的是 真的可以買 一本 密集的 地方 找一下 書店真的不多 是我看錯嗎 因為我剛剛真的點到一個叫書店 怎麼在 這哪出電呢 去這邊看看 坐我飛機好了 坐我飛機直達 是什麼 書集 部分技能的前置條件 影響這些技能的輸入效果 終於找到了 這也太難找了吧 這個就是說 初期的招式 開工 他全買了 憎怒 他這個要去書店買 哇 他真的什麼都不講 真的是讓人很煩 在座會飛機回去 現在可是 趕時間 一直打 所以我 像我一開始 為什麼 他這邊全部都有寫說 前置是什麼 然後心法的話是 在什麼菜 跟 上面菜 所以看一下 如果要學的話 好像是 就是這個啊 你必須先 比如說我 答題 他真的一定要先答題 先把這個樹念完之後 然後 我這個不答題太慢了 我只會用這個好了 看這樣子學完之後 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比如說我把它清空之後 它的流程是先把這本閱讀完 喔 三精神嗎 喔 順便把這個 這個練完 好浪費嗎 喔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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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一個 我用一個月的時間 這樣 那正確流程應該是這樣吧 好差 先把他的前置書練完 練完之後再繼續學 這樣可能會比較快 可是因為 因為我這個是用那個 算是直接就是 就是那個答題失敗經驗值在練 如果你要是快的話 用答題可能 經驗值的量會比較多 就是只要答對啦 應該 看看喔 這樣應該只 不知道進度是多少 花了29天嗎 欸 又停了 所以我的 他算是書本 看一下喔 終於快練完了 跳過 這個是自己 硬打 一次加 加一點點 這個還 看一下 看這樣練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就是 先把它刪掉 我再 讓他練一下 然後禁用我後來大概理解了 就是你這個條件 如果 你現在 你的當前的體力沒辦法達成 他就會把你禁用 他的禁用是這個意思 跟那個下一次是不是有世界的那個沒關係 防止靈氣不會再增加 為什麼 變超慢的 3點 沒有 他有在加 但是這個29802是怎麼回事 還有那麼小的小數點 這個快讀完了 漂亮 滿了 對 我看一下 我把這個前置練完了 所以我在 修練的時候 看看 100% 所以他修練速度 你把那個 扣11% 就沒了 修11% 我看 1 2 1 2 4 2 3 因為我之前是 1 2 4 這個13 我之前好像是11 所以他稍不10%的話 他確實也沒錯 然後接下來就是為什麼會 要怎麼再讓他更快 被動 看看 很黑色看 拍賣的東西都 都好像蠻普通的 都是那個 單藥 沒有什麼單藥 我可以現在改訂的 我看看 單藥 看看單藥是怎麼合的 練單 前置書 對啊 他這邊全部都要有前書 這個書都是 都是這個 就是你要先把書看嗎 才可以那個 這個 真可怕 然後這本書練完 我的修為不會再增加 因為他的氣是不夠的 因為他的氣是不夠的 必須還要再有一本書 看一下喔 要買一本類似像這個的吧 更快 不好意思我看看 找到是那個 補完 嗯 我要把所有的古書都買下來 然後 我賭看看有沒有密集在裡面 就是 他這邊有一坨嗎 我等一下全部都鑑定 可是我怕那個書都是那個 讀的書 而不是密集的書 所以直接拖嗎 不行 按錯 按錯 反正有錢 有錢 任性 把它全部都鑑定 看看 應該是 期 位置吧 直接一鍵 會不會當機啊 有了 我看一下什麼仙書 古書 看起來就裡面就三種吧 然後 古書是古代文物 還有另外一種書 我看一下那是什麼 書籍 不見了 怎麼會沒有啊 怎麼會沒有啊 那到底是什麼 唉唷這個 欣賞瀑布的書 效果閱讀 賤賞 賤賞個屁啊 我看看喔 還有我再試一次 肥皂的古書 烈質品 我再鑑定一次喔 我原本是從哪裡找到那個要鑑定 還是他已經幫我鑑定了 有這個 再鑑定一次 對不起沒有任何的書 好像都一樣耶 他就是那三種啊 一個是偽造 一個是古書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應該是差不多了 但是古書的話他會收啦 記得 古文物嘛 接收 古代文物喔 古代文物喔 不是有嗎 他的那個古代文物 該不會要我在我身上吧 我看看 這個啊 放在我身上嗎 他那個是哪一種類型的啊 他那個是哪一種類型的啊 我剛剛找到古籍書是在哪啊 為什麼會突然吹不到 啊 在這邊啊 古書 因為這樣他沒抓到嗎 還是不行 他的古代文物到底是什麼 玉石 都不夠 好吧 好啦 我這個就玩到這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問題很單純啦 就是他畫面會讓人家覺得蠻不虛的 然後架構也好 可是他內容是沒有導引是一個最大問題 所以讓人家會整個方向混亂 然後第一個就是 有點空洞吧 就是包個怎麼講 可能不懂怎麼玩吧 我覺得他的血尿程度有點太誇張了 就是 速度的比較緩慢 這個比較適合想要玩慢類型的人 他可以慢慢享受每天的生活 這種感覺的才比較適合 然後現在玩的感覺是 我覺得我在玩一個 挖寶的遊戲吧 我只能這樣講 我不知道他裡面到底有什麼功能 所以當我找到一個功能 我就像一個小孩子找到一個玩具 一樣那麼開心這樣 但是因為他沒有跟我講任何的內容 所以導致我呈現了 不知道該怎麼去玩這個遊戲 的狀況 或者說導引其實也蠻重要的 只是他說他沒有 然後 我覺得他的其實介面風格是 會讓人家有興趣的 然後但實際上玩起來 我如果要比喻的話 我最常拿就是蜜藏生的最初的版本吧 只能說蜜藏生最初的版本 比這個版本爛到不行 可是他那時候可以玩的內容 比這個遊戲 我覺得好上太多倍了 他最初的版本內容也很少 可是至少 可以讓我玩到一個感覺是 我可以期待這遊戲 然後這個玩起來的感覺 是我不知道這遊戲的將來 我還會不會想不想玩這樣 因為不知道到底在玩什麼 衝突完了就蠻問號的 所以 但雖然他更新很頻繁 可是我覺得 是一個 你在看介紹的時候 會覺得蠻有興趣的 坦白說 可是你實際進來玩之後 會有兩極化的評價 你有玩到出一個心得 就是你終於領悟怎麼玩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遊戲可能不錯啊 可是如果你始終無法領悟 到底怎麼玩的時候 這遊戲你會覺得很粉 或者你覺得就是兩極化的狀況 然後你因為你想想看這個價錢大概150 你會覺得那我就期待你將來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蠻多人的心態都是BOSS這樣 他知道他想要玩什麼 可是他覺得他現在的設計 是一個非常對於體驗上不合適的 就是譬如說我現在4件好了 真的都沒有半個4件可以體驗 想要打怪的話 那條件門檻很高 然後下一個BOSS又跳太大 導致你會覺得 我不知道到底是要 往哪一個方向前進 你知道要練等 可是這個練等的過程中 不知道收穫到底是多少 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 我把我的 因為我原本蠻期待來玩的 但是我玩完之後 我的結論就是 我覺得還是保持期待就好 真的 不要輕易嘗試這樣 太可怕了 但也沒有說不好啦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種 這個類型的話 我是覺得 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其他修仙類型 可能會比較能 滿足你想像的感覺 這可以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 我真的覺得在挖爆遊戲 因為我真的始終不知道 他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可以給我挖這樣 就是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好久沒有玩到 這麼無眼的 的 狀況 因為後來我很少踩的 我都盡量避開那種 明知道有問題的 只是因為最近實在太 太少 太少遊戲 就我想玩的 我想說把這個 當初憋在心頭的 來玩 結果果然是 是一個 很可怕的 狀況這樣 也許他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感覺需要 如果他要好 可能要觀摩個一年 一年半左右 依照他們現在的更新頻率 雖然天天都在更新 可是他都一直在修BUG 然後新東西的內容也沒有 我看他整個過往的紀錄 看下來其實 好像只有加那個拍賣場 就是從他最初的版本 好像加了一個拍賣場 不知道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其實那 真的更新的非常的慢 雖然一直在更新 可是大部分都在修BUG 好啦 今天就開到這吧 先收台了 天啊